纹身吗?纹哪里?屁股可以吗? 爹不疼妈不爱的小透明林雨晶 横跨学霸笑霸的纹身歌审卷 反骨遇见反骨,青春怦然悸动 一栋豪华的别墅门前 男子向女子介绍 向梅,这是我女儿 对着女孩说,小雨快叫阿姨 女孩乖巧甜美的叫了声阿姨好 林雨晶心里也介绍着 雨不惊人死不休的雨晶 女人笑着说,快进来吧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亲爹和后妈走在前面 小透明的雨晶走在后面 自小爹不疼,娘不爱,习惯了 三个月前,亲生父母 在自己面前吵得昏天黑地 雨孩就像个皮球 被亲生父母推来推去 不过她习惯了 习惯了他们的无事 他们带她就如同外面的流浪狗 因为她不用听得懂人话 也没人在意她的胆受 自己的亲爹在离婚不到百天的时候 就跟眼前这个阿姨再婚吗 今天两人启程要去蜜月 准备留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家里 官校没说大家都很喜欢她 让雨晶不要拘束 有需要就和保姆张一说 看着眼神不善的张怒 雨晶尴尬地回了句 好,不想看两个人腻腻歪歪 最说,爸,关阿姨 我想出去走走 官校没温柔地说 去吧,一会让你哥哥去接你 雨晶一愣 自己的便宜哥哥吗 随后起身说好吧 出门后 雨晶这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无意间看到一家纹身店 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雨晶推开门 就看见满墙琳琅满目的画作 随后就是席地而坐的 三个花壁拖把头 四人对视了三秒 还是雨晶最先打破了沉默 挥手说了声嗨 扫把头一号蒋寒 看着清纯的雨晶 用胳膊肘除了除 被毛毯和抱枕覆盖的某人 说到眷页 起来了,来客人了 雨晶这才发现 原来里面还有个人呢 只见里面的人动了动 翻了个身 根本没理会花壁男的话 花壁男一号怒了 抬起胳膊 奋力地用胳膊肘 猛的鸡象躺着那人的屁股 大声喝道 沈眷 别TM睡了 起来接客了 就看沈眷飞快抓起一个抱枕 看都没看 就直接砸向蒋寒的面门 回到我接你的 滚 蒋寒还不得不夸他一句 好功夫 随后转头对林雨晶说 妹妹 不好意思 我们老大精神状态不太好 随后喊了声沈眷 人家小姑娘等着呢 这时沙发上躺着的人 才有了动作 起身揉揉头望向雨晶 问了句纹身 雨晶看着这个 虽然精神不好 但是长相帅气的男子 答了一声啊 就见沈眷起身 背过深认真的叠起毛毯 问到文马 可是雨晶的注意力 还停留在花壁难袭 寄过的屁股上 碎嘴比脑子快地回到屁股 三个花壁扫把头 怀疑幻听 面面相去 屋子里顿时鸭血无声 满身逆鳞 洋装乖巧的林雨晶 话际感人的文身师傅 沈眷 仙女外表下的叛逆之心 嘴巴比脑子快的林雨晶 说出要闻到屁股上 沈眷回过神 妄想要他 用眼神询问 你是认真的吗 雨晶也惊觉自己刚说了什么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 我是说就闻在屁股上 可以吗 心想 好吧 我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两人四目相对了五秒 沈眷轻声回道 可以 雨晶心里却是慌张啊 还真可以啊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啊 抬眼就看到文样选图区 走了过去 翻看众多的图样 此时一个略显潦草的画作 吸引了雨晶 满脑子问号 这是儿童涂鸭吗 转头看向走近的沈眷 好可爱的多来A梦 沈眷却低沉的说 Hello Katie 雨晶一听 什么 又看了一眼这个图呀 沈眷又靠近一步 说这个是Hello Katie 雨晶没办法 也是尴尬的笑笑 这是家里小朋友画的吗 沈眷一本正经的 说我画的 雨晶迅速放下图样 不想再围绕他开展什么话题了 所以发起新问题 纹身位置不同 有什么注意事项是不一样的吗 沈眷说疼痛和保养都不一样 雨晶接着问 那哪比较不疼啊 对扑的笑了一声 就你要闻的地方不太疼 雨晶心的 要不把雨晶这两个字送你吧 忽然一阵手机铃声救了自己 拿出手机一看 原来是自己为见面的便宜哥哥 傅明修 接起电话 甜美的喊了声哥哥 就听对面传来声音的声音 我感冒了 接不了你 雨晶心想 这个哥哥演技很差 不过还是配合他 关心问道哥哥 你病得严不严重啊 多少度啊 已经好久不发烧的傅明修 没过脑子的说了句四十 雨晶惊讶 这么严重啊 那我帮你打个119吧 你不惊人死不休的小仙女 纹身店要帅哥 把纹身纹在屁股上 哥哥发烧 仙女本仙直接要打119 傅明修一阵无语 直接挂断了电话 雨晶想着电话盾也挺好 回头对着沈娟说 抱歉 忽然有事 下次有机会再来 花碧男一号讲函 略带友好的挥手告别 要再来哦 随后花痴般的看向门口 说到眷爷 这个妹子有点好看啊 眼睛干净的跟玻璃珠似的 一看就清澈单纯 是真仙啊 沈娟拿起飞镖 回想刚才的小姑娘 眼神空洞无神 好像随时都可能飘走的样子 搜的一下打出飞镖 直中把心 蒋涵欢呼 眷眼牛逼 又痴迷的说 我刚刚就不该给他工作室的名片 应该加四人微信 多纯多乖的小奶猫啊 沈娟看了下自己画作 问了句乖嘛 就这只小奶猫能让你骨头都不剩 蒋涵却觉得沈娟 是因为小姑娘打扰了他睡觉 才会这么说 说道 你瞧好吧 这种小仙女 韩哥我聊起来 自己都害怕 沈娟轻胆桌面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说道 你聊聊看 夜晚 玉京回到家 看着门口的运动鞋 应该是自己的一父一母的哥哥回来了 缓缓地走进去 看着傅阳修的侧颜 傅阳修也注意到了他 两人相互打量了下彼此 玉京习惯性地露出甜美的笑容 喊了声哥哥 傅阳修却很是不习惯 惊讶他怎么能做到如此自然 玉京轻轻放下给他买的药 说道 不好意思啊 哥哥 下午听说你都烧到四十度了 我太着急了 一着急就容易说错话 又嘱咐了句 你多喝开水了 呼得无嘴 不对 热水热水 然后咚咚咚地跑上楼去 说哥哥你好好养病 我回房间了 纹身口雾 要纹在屁股上 大帅哥拿着电钻追到家 见到一富一亩的便宜哥哥 玉京好一般的跑上楼去 只留下一脸怒气的傅阳修 看着他买的一堆感冒药 心想又是119又是开水 现在还想用温柔刀讨好我 大声对着楼上喊道 没有用 夜晚睡梦中的玉京做着噩梦 就见帅气的沈卷拿着电钻 附身对着玉京说 把裤子脱了 我给你闻个Hello Kitty 玉京言辞决绝绝说着不要 可是却拧不过沈卷 最后挣扎说 你的Hello Kitty太丑了 配不上我好看的臀部 就见沈卷思考 然后贴近他的耳边说 那我给你闻个夜光手表吧 随后启动电钻 玉京惊慌失措 奋力挣扎 大喊不要 冰醒作气 一身的冷汗 缓了缓心神 还好还好 只是个梦 可是肚子却传来了呜呼声 是不是梦里抵抗的太用力 消耗了体力啊 换了身衣服来到便利店 坐在门外的台阶上 开始大快赌银 真是太满足了 正吃着就听见一阵喧闹声 几个人嘻嘻哈哈的 在他旁边走了过去 是下午纹身店的那些人 还有他 雨京呼的想起梦里的电钻狂魔 吓得不断咳嗽起来 这边的沈卷也瞄到了他 一阵疑惑 见到我这么激动干嘛 这时另一边走来了一伙小混混 手里还拿着一些棍棒 此时的雨京才发现 他们好像是在约架 而自己的位置是最佳的观战位置 小混混也看见了一旁 正认真干饭的小姑娘 长得不错 身材也挺好 就想上前调戏 却被沈卷上前一等 说我们那边俩 打扰人家吃东西 多不道德 小混混是每个字都听见了 可是连起来就不懂了 就想闻个身 爱学习的社会小哥 拿电钻服务到家 就想吃点东西 又偶遇化际感人的 纹身小哥约驾现场 沈卷挡在雨京面前 阻止小混混进一步调戏他 红毛小混混尴尬问 卷爷今天是来给兄弟出头的吗 沈卷随意指指后面的便利店 说道不是来买瓶水 在场众人皆是一惊 讲喊直喊 爸爸你咋回事啊 沈卷扑的笑出声 这么说还得替儿子管管孙子 惹到后面的雨京也笑了出来 随手拿起饭团 就听身后传来嘶拉一声 大家的目光又再一次 集中在雨京身上 可是雨京浑然不知 那一用力终于撕开了外包装 沈卷不想大家的注意力 都放在这个特别的女孩身上 所以说一起上吧 明天要开学了 等会儿我还得回去补作业 大家都是一见无语 雨京差一手一抖 饭团直直掉在了地上 惊叹这社会哥真不一般 这会儿还惦记作业 红毛小混混被沈卷的话撞到了 一把扯过她的脖领子 说到叫你生眷爷 还真把自己当爷啊 沈卷不等他说完 一拳打到她的胸口 一手抓起她的头发 膝盖直接冲向她的面门 红毛小混混被揍得没有还手的力气 坐在地上一个劲的肛 就见沈卷帅气的半蹲在她面前 说道 眷爷当然是爷 这回你信了吧 红毛的小弟们不愿意了 可蒋涵带着扫把花壁团队 直接站在一处 打得热火朝天 这边轻轻捡起掉落饭团的宇晶 直接无视了这一场混战 收拾好垃圾 就听便利店的店员 焦急地打着报警电话 宇晶抬头看了看 这个爱学习的社会小哥 上前拽了拽她的衣角 沈卷转过头 就看到这个看别人打架 还云淡风轻的女孩 想着她拽自己是想干嘛 宇晶长相亲力温婉 眼神空洞 想法惊气纹身 要闻到屁股上 看别人约架 云淡风轻 坐在一旁吃夜宵 这是沈卷初识的林宇晶 沈卷转过头 就看到是她拽自己的衣角 宇晶温温柔柔的说了句话 可是这个干架 现场太长了 沈卷听不清楚 最低下头将耳朵 凑到林宇晶的面前 宇晶点起脚尖 说刚刚便利店小姐姐 好像报警了 温热的呼气 让沈卷很舒服 这回也听得很清晰 站着身体说道 那走吧 宇晶一愣 沈卷静止向超市走去 转头又对宇晶说 会养生的爱学习的社会小哥 跟着她走进超市 超市的小姐姐 立刻抑制不住 看见帅哥的喜悦 好帅啊 就是就是 宇晶也转头看向沈卷 腐之以鼻 这长相不知祸害了多少小姑娘 此时外面几名声响起 有人大喊警察来得快跑 两人双双看向外面 就看众人呈鸟兽状 四处逃散 宇晶问你真不管你朋友啊 沈卷简单回了句问 宇晶心中竖大拇指 这是真朋友啊 沈卷瞥了一眼 将刚刚买的饭团 塞进宇晶的手中 宇晶看了眼 手中还温热的饭团 随后看向沈卷 沈卷解释 刚不是掉了一个吗 宇晶想了下 还是个细节控的大帅哥 又看了下饭团 暖暖的说谢谢 一日一夜好眠的宇晶 神清气爽 几个月来 睡得最香的一次了 忽然余光就扫到了桌角的饭团 想着昨天回来太晚 就忘记吃了 打开外包装 想着正好当早餐 可是刚咬了一口 就吐了出来 酸酸的 馊了 看着垃圾桶里的饭团 回忆社会哥 还好心的给加热了下 愧疚之心油然而生 浪费了 化际感人的纹身店老板 爱学习会养生能约价 注重细节的社会哥 宇晶眼中的审卷是这样的 到了开学的日子 宇晶从车上下来 就听身后有人喊着同学 宇晶回头 就看一个留着地中海发型的 满脸慈祥的老师问 你是高二十班 新来的转校生吧 我是你的班主任刘福江 一边走一边给宇晶介绍着学校 满满的自豪感 还要在宇晶的身上找到认同感 配合的宇晶脸笑得都有些变形 跟着老师来到教室 就看教室里含笑风声 乱七八糟 毫杂不得 宇晶想着刚刚老师说的 那升学率98% 是骗人的吧 老师在菜市场班的教室里 做着自我介绍 可是大家根本没有理会 宇晶也有些累了 半依靠在讲台旁 教室忽然安静下来 大家目光齐齐看向门口 只有老师在闭着眼睛侃侃而谈 宇晶一看怎么是他 昨天那个话记感人 爱学习会养生的社会哥 就听他敲门说老师好 昨天通宵补作业 迟到了 这时沈隽也看到了宇晶 宇晶心想邪门了 这没几天我见他三次了 老师却满脸宠溺没事 问到那你作业呢 众人齐齐看向他 沈隽平静的说忘带了 宇晶这么愣 大哥你这话未免也太过真实了 老师无奈说先回座位 明天带来吧 沈隽静止走了过去 对着一个同学说让让谢谢 同学逃一般的飞快消失 宇晶看着这一幕 想着他在学校也是什么风云人物 把人吓成那样 爱学习的电钻社会哥 迟到说是因为熬夜补作业 连书包都忘了带 宇晶都惊叹社会哥 就是不一般 看着还在卖单儿的林宇晶 老师提示他也找个座位坐下吧 环市四周 只有社会哥身边有一个空位 宇晶静止走到座位上坐下 他不是退学了吗 只是就休学一年啊 据说上次出事的就是他同桌 玉京听到这竖起耳朵 想听听他同桌怎么了 大佬就是牛逼 这也太么吓人了 除了新同学 谁敢和他一桌 拿着保温杯的黄毛同学 碎碎叨叨 你说咱们这个音量 大佬能听到吗 黄毛同桌内心 跑过千万只草泥马 心想只有你自己说话好不好 自己可半句话都没说 此时沈隽突然转头 好心的回答黄毛 能 黄毛立马道歉说 大佬对对不起啊 那我布置的第一个作业就是 所有人面向你的同桌 对视一分钟 玉京一惊 这老师是什么癖好 教室里忽然吵吵嚷嚷嚷 猛呼老师臣妾做不到 就见老师对大家的想法视而不见 直接拿出手机 开始倒计时 喊到预备开始 玉京扭曲了五官看向沈隽 沈隽也侧着身子看向玉京 两人三天见三面的陌生人 此刻正同桌而坐 老师喊着十秒二十秒 已经到了玉京的极限 玉京面部抽搐 手指不断抓着自己的裙子 而沈隽却是处事不经的 一直盯着玉京 看着自己这个新同桌 想着小姑娘找的确实很好看 忽然觉得蒋涵难得有一次眼神不错 玉京实在隐忍不住 刚察觉她说话有鼻音 问了句你感冒了吗 沈隽随意回道 有点 随后玉京又找话题说 那个饭团第二天坏了 沈隽又答坏就坏了吧 老师终于说到时间到 玉京感觉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 她软在桌子上 就听老师敲黑板 写着我的同桌四个大字说道 现在大家可以说说 对时钟 同桌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 大家整理下思绪 一会大家都要上来说说 教室又是一片雷雨天 这老师的脑回路为什么这么清奇 玉京默默低下头 随后老师一指 就从这边开始吧 玉京抬头 想着老师 现在还能换个班级吗 也不疼妈不爱的林玉京 在父母互相扔来扔去的推让中 跟着无能的爸爸来到富婆富家 住进高档别墅 进了贵族高中 再历经其他老师要求 煎熬的和同桌对视一分钟后 又开始敲黑板说重点 描述同桌给自己留下的印象 点名从玉京第一个开始 玉京低下头叹了口气 开始回想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沙发上像木乃伊一样睡得踏实安稳 大长腿 屁股很翘 性别难 取向存疑 完了 第一印象就是这些 玉京敲了敲脑袋 试图在找些什么特点 这些也不是能说的话呀 沈娟看向玉京不断变化的表情 这姑娘想什么呢 就听老师拍拍手说 时间到 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玉京同学 玉京在一片掌声中艰难起身 又瞄了一眼自己的同桌 说什么好吗 沈娟感受到了目光 这是 随后也跟着拍起手来 应该是需要自己鼓励吧 玉京五官聚集 心中暗自难难 我谢谢你啊 站在讲台前 顿觉大家望向自己的眼神满是同情 甚至还有点怜悯 仿佛自己讲完 这同桌就把自己寡了不成 玉京慢慢开口说 我的同桌他 非常热爱学习 台下一片安静 玉京忽然找到了可说的点 开学前一天补作业熬通宵 导致早晨迟到还得了重感冒 笑呵呵的说 作业还忘记带了 台下的同学瞬间实话 这姑娘也太敢说了 不然林班老师过来找刘老师 刘老师边往外走边说 林玉京同学说得很好 其他同学继续准备 我马上回来 玉京赶紧下台 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 交头接耳 黄毛保温杯悄悄给玉京竖起了个大拇指 心中夸奖 牛掰啊 坐下后已经偷瞄了一眼自己的同桌 自己的这个同桌真的很帅 棱角分明 眼神深邃迷人 见没心目 真的好看 不一会儿 刘老师高高兴兴的回来了 问到下一个到谁了 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沈卷 却谁也不敢喊他的名字 好像这名字烫嘴 就看沈卷不以为然的说 我刚说完了 随后瞥了一眼黄毛 黄毛接收到就是一惊 忍辱负重班举手 老师 失到我了 我的同桌这个课题 就在沈卷的连连的哈欠中结束了 下课铃声响起 刘老师抓住眼前的黄毛李玲 让他帮忙带林雨晶去一体楼取校服 保笑担当的李玲还是个很热心的同学 边走边介绍喋喋不休 路过篮球场 雨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这妹子也太好看了 就那个那个 此时李玲余光扫到了篮球场里的大楼 兴奋喊道新同学 你看 你的同桌在那 雨晶转头 眼前一亮 沈卷阳光帅气 完美的身材比例 汗水打透了身上的篮球衣 浑身散发着男性荷尔蒙的致命女艺 沈卷听到篮球场上的议论声 也向场外望去 可看向自己的雨晶又一次对视 雨晶可不想再犯一次干大爱 直接忽略了自己的同桌 转头就对李玲说 一体楼还远吗 李玲看着低头又不说话的雨晶 最开口问道 新同学 我发现你真的很神爱 你知道你的同桌是谁吗 雨晶波澜不惊 沈卷 李玲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居然还有不知道沈卷的 最神秘兮兮的揭秘道 刚刚那些打球的是高三学长 沈卷以前的同学 这倒是稍微引起了雨晶的好奇心 李玲继续说 沈卷高二的时候 差点把自己的同桌打死 那人浑身是血的被人抬出去的 据说当时沈卷的眼神和气场 那是相当的 雨晶好奇 是因为什么呢 李玲叹口气 多方打听 没人知道 学校都传他被开除了 没想到休学一年又回来了 雨晶还在思考 就被李玲双臂摇晃的灵魂出窍 同学 你说他刚刚听到我说他坏话 我还能活过端午吗 雨晶看着老泪重横的李玲 畜生安慰 没事的 离现在最近的是中秋 你肯定活过了 李玲擦擦眼泪 这姑娘还挺会安慰人 又开始介绍这是学生宿舍 学校不强制住校的 家长签字同意就可以 雨晶对这个消息显然更感兴趣 可是没想到住个校 还需要和文生哥相亲相爱 沈卷高二时差点把同桌打死 反骨的青春令他在家休学一年 富白貌美大长腿的雨晶路过篮球场 引起了骚动 沈卷的球友兼前同学何松南 调侃到眷野 你刚看见那个新生小学妹了吗 那颜值 那身材 就像个女王 浑身散发生人物尽的气息 何松南满眼淘心 美帝让人心动啊 猜测着高一还均训呢 应该是高二或是高三 沈卷拧上瓶盖 淡淡回到高二转校生 随后趴得将空水瓶投到垃圾桶 何松南好奇心爆棚 倦野 你消息挺灵通啊 才回来就知道漂亮妹子是高二转校生 渐渐地问哪个班的知道吗 沈卷余光看着他回答 知道 是班的 我同桌 何松南瞳孔放大 一脸惊讶 你的心同桌 沈卷学着他的表情 回了句啊 何松南羡慕地指着林雨晶的方向 你这降级降得也太幸福了 你同桌那大长腿 沈卷一个冷力的眼神扫过 喊了句何松南 吓得他还有半句没说出来 就看沈卷快速出脚 惊恐问道倦野 你干嘛 沈卷辟逆俯视 那是我同桌 不是你同桌 夜晚林雨晶和在外读蜜月的爸爸通电话 貌似关心问着新学校挺好吧 理官阿姨还想让你去一中的 林雨晶打断说自己想住校 可是林爸像没听清试的喊了句什么 雨晶深呼吸 紧抓着睡哭 缓解紧张的情绪试图说服 班级很多人都住校 自己也想住校 就听对面官爸 像机关枪一样质问 所有话语的意思就是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官阿姨吗 雨晶一阵无语 总结到你们入坠的凤凰男 心思都这么敏感吗 林爸怒吼 你说什么 雨晶立马挂断电话 愤怒地扔了出去 将自己缩成一团 冷漠的夜里只能自己拥抱自己 一句凤凰入坠男激起林副反弹 眼看自己的住校愿望就此破灭 早自习 林雨晶哀声叹气 盯着住校申请回职 最难的一项是需要家长签字 可是自己的笔记 已经被老师看到过了 想换的字体也不太行 看着左手写出的小学生笔体 别说老师看了不信 自己这关都过不去 一只修长的手扣打着桌面 雨晶抬头 原来是叼着一袋豆奶的铜桌 起身让她进去 看着她刷刷刷提笔 在各本书上签着自己的名字 刷新雨晶对社会歌一首 蟑螂狗耙字的刻板印象 写得还挺好看 盯着沈娟 这不就是戴谦的天选之人吗 雨晶小声喊了句沈同学 沈娟早就察觉有人盯着自己看 就是不知道这个小丫头想干嘛 红杰都有些抽动 拿下喝得起劲的豆奶 怕给自己呛道 看向雨晶 脸红却正色道 好好说话 雨晶想想 自己得迂回一点 不能目的性太强 心里给自己加油 你行的 所以指着英文书说 你有不会的单词可以问我 沈娟想着 就这 回复到其实我英文还可以 话题终结者 两人对视 时间静止 雨晶把心里话吐了出来 你们社会歌进入社会之前 第一堂课是学习如何催牛逼 后桌的同学听到雨晶的话 下个活都没了 沈娟想着 这姑娘说的是我 社会哥吗 雨晶此时也惊觉 怎么就说出来了 自己是不是要成为 她第二个差点被打死的同桌 沈娟微颤抖 合上英语书 这次笑出了声 李玲等人都很是好奇 这大佬居然没生气 笑了 看着还十分的快乐 雨晶一阵无语 回归正题沈同学 我觉得同桌需要相亲相爱 互帮互助 你说呢 沈娟慢慢靠近 小声问道 那你想怎么跟我 相亲相爱 这话被她重复了一遍 怎么好似变了味道 林雨晶从小爹 不疼妈不爱 想让社会哥帮忙 提前助小 一句相亲相爱 好像变了味道 雨晶回到正题 心壳了下 说你帮我签个名 以后学习上有不懂的 我可以给你讲 沈娟修长的手 处着自己英俊的脸庞 说到你这条件不太诱人了 而且我们社会哥 只不吹牛逼 从来不学习啊 雨晶心中暗自嘀咕 拿我的话对我 算你狠 这边开始收暑假作业 雨晶是转校生 不用交 就看沈娟很自然的 交上一打空白卷子 雨晶惊呆了 这社会哥真是不一般 就这么交上去 你一直自信吗 上课铃声响起 沈娟认真地写着字 雨晶内心还夸赞 社会哥挺认真 可是就见沈娟 把写好的纸丝了一半 随后递给雨晶 上面写着签什么字 雨晶看了纸条 刷刷刷地在纸上回着 沈娟看着上面赫然写着 社会哥上课 也不说话靠传纸条吗 沈娟搜得将纸条抽走 问道所以 你到底要签什么呢 雨晶看了看他 用英文书挡着 小声说 助校的回职 需要家长签字 但是我爸不同意 我自己又签不出来 看着距离自己 越来越近的雨晶 沈娟嘴角勾起一丝弧度 所以你想让我 给你当一回爸爸 雨晶气急 要不是上课 小拳头必定 落在社会哥身上 态度冷淡说了句 沈同学 我们还有两年的路要走 沈娟微笑恢复 改变策略 便威胁社会哥了 雨晶想着 这人怎么没完没了了 可是毕竟是求人办事 虽又装柔弱说 自己不敢说 他是社会哥了 猫在桌角 便回小猫咪 希望同桌大人有大量 沈娟迷蒙地看向雨晶 这丫头变脸变得是真快 雨晶想着 这人怎么没反应 软硬不吃呢 沈娟却忽感头晕 这感冒还没好 吃了要太困了 雨晶生气转过头 阿玛小心眼 我还得供着你啊 一节课沈娟呼呼大睡 雨晶愁眉不转 过去要逃离 想去住校的雨晶 被调侃是社会哥 故意言语占便宜的沈娟 中午十二点 下课铃声响起 雨晶垂头丧气地去吃午饭 沈娟也有些清醒 一眼扫到雨晶桌面上左右开弓 写得七扭八歪的孟伟伯 回想明明是女汉子 还偏中柔妹子 想想就好笑 但是心中柔衣荡样 这丫头太好玩 抽起她写满字的纸 感叹这字还真丑 撕下一张纸 行云流水地写着字 此时何松南从后门进来 抱怨卷宝打你电话也不接 还得爬四楼找你 走啊 吃饭去 就看沈娟写着同一学生林雨晶住校 何松南惊讶问 林雨晶是谁 你同桌吗 沈娟回恩 何松南好奇问 卷也 两天就给小妹妹当爸爸 真看上了呀 沈娟将写好的笔记纸 夹在雨晶的生物书中 合上后 回到看上的屁 走了 何松南却调侃 没看上吗 那我上次就看看腿 你都不乐意还踹我 沈娟呼觉感冒嗓子火辣辣的疼 碎咳了两声说 你不觉得自己很像变态吗 何松南轻答响指 你不也盯着心童桌子上火吗 看你那哑嗓 这火蹭蹭的吧 沈娟上前又是一脚 何松南大喊 怎么又踹我 呼得就看门口站了一排的人 众人喊着倦爷中午好 倦爷辛苦了 恭迎倦爷回宫 何松南一副球夸奖的模样 沈娟只吐了两个字 傻逼 因为嗓子疼 一句废话都不想说 何松南静里表示明白 大哥 米粉行吗 米粉店里 满满当当全是人 雨晶看到一个女孩边上有个空问 遂问同学 你旁边有人吗 女孩是高三年级的徐如意 抬头看看雨晶 嘴里塞满东西 只是摇摇头算回答 坐下的雨晶看着 其间短发微微有些黑 但是两眼圆溜溜的 甚是可爱的女孩 感觉她就像一团巧克力棉花糖 又想起助校回职的事 递到了她眼前 雨晶说谢谢 徐如意有些磕巴的回复 不 不用 雨晶将手机开机 从昨晚挂断电话手机就一直关机 此时刚开机 就收到林爸十几条愤怒的短信 雨晶立刻锁评 不用看 也知道她都发了啥 此时就听一个张扬跋扈的女生说 这不就有空位置吗 徐如意一听声音打了个冷战 寒毛竖起 家长签字才能注销 审券临时当了一次爸爸 以至校园霸凌 林雨晶显露不为人知的一面 对面来了三个女生 都是一副不怀好意的模样 坐下后讥讽徐如意试个结巴 就别让她说话了 带头的女生拿起沉醋 对着徐如意说你应该很爱吃吧 不等徐如意回话 那一瓶子醋就倒了下去 耳边传来徐如意不断抽气的声音 就听她的一声 雨晶将筷子摔到带头的女孩面前 站起身居高临下问道你却心眼吗 此时也要来吃米粉的沈卷一行人也看到 何松南好心提示那个带头挑事的事 追了沈卷整整一年 之前和她同班的班花李世奇 看着林雨晶此刻一副大姐大户独自的模样 沈卷绝有趣 这姑娘还有这么不为人知的一面 李世奇爆粗口 我们说话 管你屁事啊 你以为你是谁 雨晶回敬 我是你干爹 要不闭上嘴安静吃 吃完了滚 要么干爹教教你该怎么做人 沈卷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 何松南给雨晶鼓指 这台词真是太熟练 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小姐姐 李世奇看着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野丫头 回敬你有病吧 我们跟同学聊天 你装什么装 还干爹 你有不少吧 雨晶没等他说完 抓住他的头发 就往下扣 眼看就塞到滚烫的米粉中 李世奇吓得哀哑大叫 雨晶低头让他给自己积点口头 不然下次不介意米粉里多加些你的肉 说着 一脚踹向他的椅子 只听了一声 李世奇连带椅子摔了出去 雨晶一副屁腻天下的气势 徐如意拽了拽雨晶的衣袖 劝道 别 别打架 雨晶拉着他 急不匆匆就往外走 完全没看见自己擦肩而过的沈卷众人 就听一个尖锐的女生喊着 别跑 让我追上你就死定了 可是刚追出去 一只修长有力骨节分明的手拦住了他们 就看沈卷冷眼看向李世奇三人 三人吓得瑟瑟发抖 怎么是他 便利店门口 看着还在抽气的徐如意 雨晶递给他一个棒棒糖 告诉他 他要再欺负你 你就揍他 徐如意说我 打不过 雨晶小恶魔上身说道 打不过就骂 要不身边有啥就往他们脸上砸 趁他们没反应过来就去找老师 见面就哭说他们欺负你 呼的转头看向徐如意 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 徐如意看着他肃杀的表情 点点头 对 很有道理 雨晶呼的调皮起来 安慰说道没事 他们如果还欺负你 你就去高二十班找我 回到教室 沈卷看着披着校服午睡的雨晶 一脸宠溺 不忍打扰 就站在他的旁边静静的看着 看着文文弱弱的女孩 上手就抓住对方的头发按到汤里 抵制校园霸凌 还有绝招 上课铃声响起 雨晶才缓缓醒来 揉揉心松的眼睛 就看到帅气的沈卷看向自己 打了个哈欠 看着同桌低头认真的写着什么 对方呼的抬头 心虚的雨晶有种被抓包的感觉 沈卷开口问 你刚刚打架的时候跟人家说了什么 雨晶想着那说的可多了 沈卷继续问 就你按着人家脑袋 趴在他耳边说了什么 雨晶问你看见了 沈卷回恩 雨晶说我没看见你 沈卷回刚好路过 所以你当时说什么了 雨晶沉默想了想 这人好奇心真重 脚霞的笑了笑 沈卷逐渐迷失在他的笑容里 就听雨晶说 我说的是 我上面有人 我社会大哥沈卷就在门口看着呢 夜晚 雨晶无意听到保姆张仪 在和自己的义父义母的哥哥交谈 保姆说雨晶貌似安静懂事 实则最会伪装小心家财被骗 傅明修却表示自己不在乎这些 只是单纯的不喜欢雨晶 雨晶波澜不惊 不喜欢自己吗 是啊 自己也确实不需要别人喜欢 课上雨晶翻开生物书 突然发现有个同意住校的纸条 这件事只和沈卷说过 也太过惊喜了 自己可是个讲义起的江湖儿女 必定知恩图报 转头看了看社会哥 可是除了学习也帮不了他什么呀 下课雨晶将住校申请和家长回职交给班主任 老师答应帮他问问后勤老师请示的事 一路哼着歌 心情美美的回到教室 就看见一个哭天抹泪的人半跪在沈卷面前 喊道爸爸 你咋说走就走 我们跟着警察叔叔天降正义了 雨晶回想了下 对 是他 男孩叫王一阳 拽着沈卷的胳膊就不撒开 爸爸 你知道我跟你分一个伴 我有多高兴 沈卷一眼就看到回来的雨晶 说到知道你孝顺 说完就滚吧 我同桌等着呢 四只眼睛齐齐看向雨晶 王一阳立刻起身 兴奋喊道小姐姐 初次见面我就觉得跟你有缘 雨晶指向自己 是说和我吗 就听王一阳说 是啊 因为你长得有点像我妈 暗似文静的雨晶逐渐展露不为人知的一面 讽刺父亲式的入坠凤凰男 帮助校友诚挚恶把 助校无望只能求救同桌沈卷 忽被同学认当妈的雨晶一阵无语 王一阳四围跳跃 你那个纹身 考虑怎么样 雨晶作假 还没想好 王一阳就像个推销员 小姐姐 我爸技术贼好 真的 一点都不疼 雨晶听着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 王一阳一手指向沈卷 你就让他给你做 雨晶转头 两人对视呼的都红了脸 就听王一阳说我的就是他给我弄的 你看这雾面 说着就要聊起衣服 沈卷一句闭嘴 一个旋风腿就把王一阳踢走 上课铃声响起 雨晶看着沈卷英俊的脸庞 想着要怎么谢谢他呢 偏过头小声说 我上午交了回职 沈卷呐了一声 雨晶红着脸说 那个 随后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就卡在那 沈卷还傻愣愣的等着 结果这句谢谢就怎么也说不出口 你伸手 沈卷听话的伸出修长后时的手掌 雨晶看了看 修红脸 别过头 将手中的棒棒糖放到沈卷手中 看着粉红色的棒棒糖 再看看同桌害羞粉红的小脸 沈卷瞬间甜蜜上头 心中有一丝情愫在悸动 放学回家 异父异母哥哥傅明修在家 雨晶回想那天晚上 他说就是单纯不喜欢自己 不想给双方添堵 就要直接回自己的房间 不要陪你哥哥亲口 说周一我返校 可以送你 雨晶惊呼什么 傅明修还要解释 因为我有话对你说 不要以为 话还没说完 雨晶一个标准的90度鞠躬回到好的 随后登登登的跑上楼 边跑边喊 谢谢哥哥 辛苦了哥哥 莫名其妙的反应 搞得傅明修也莫名其妙 跑上楼的雨晶长鱼出了口气 就看到亲妈来的电话 从父母离婚到现在 还是第一次给自己打电话 亲妈嘱咐着妈妈给你的钱 一分钱也不要给你吧 还要解释不是不想带她 只是 一个只是在雨晶这已经可以解读太多了 归根到底 还是自己不重要 只是不爱你 周末 雨晶穿着休闲的服装出来逛逛 不知不觉走到了文身店附近 顾得有人拍自己的肩膀 文身要闻到屁股上 恳求一个签名变身奶猫 抵制霸凌霸气就有 审卷眼里多面可爱的雨晶 周末雨晶无意间走到文身店附近 偶遇王一阳和文身店的男孩 盛情男却被邀请到店里一起吃火锅 扫把头蒋南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怒吼 敲什么敲 看到后面的女孩 惊讶叫了句小仙女 兴奋喊了句 眷爷出来接客了 满眼桃花说到看看谁来了 沈卷目光清朗 耳朵的一边戴着耳机向外看去 一看是自己的同桌 那个名媚会伤人的小猫喵 蒋南拿了罐啤酒就要给雨晶倒满 呼得一只手将水杯挡住 是沈卷 他将水杯倒扣在桌子上 随手起了一听可乐 放到雨晶面前 观心中含着一丝霸道说 喝这个 暧昧的气息在蔓延 王一阳调侃到怎么 你小同桌不行 沈卷双手环胸脸色冷沉 王一阳立刻起身 说道知道了 妹妹是喝饮料的 几人张罗着去买酒 只有蒋南处于状况外 左辜右盼发生了什么 众人去买酒创造出了两人世界 雨晶先打破沉寂 好奇问 这家纹身店是你的店 面对雨晶亮晶晶的眼睛 沈卷说算是吧 我舅舅的 雨晶说那纹身是不是挺赚钱的呀 沈卷说还可以 能赚个生活费 又问你想闻吗 雨晶想想 说看着疼 沈卷扑斥轻笑一声 调侃到你选的地儿 我太疼 雨晶一愣 这人 开口说沈同学 你这么聊天就没意思了 你平时就住着吗 沈卷收起笑容 脸上有了些阴霾 说嗯 这是我家 看着他有些落寞 雨晶想着外表炫酷狂炸表的笑话 其实是个要自己迎胜赚生活费的小可怜 又等了一会 雨晶打了个哈欠 夜晚一阵冷风吹来 雨晶不禁打了个喷嚏 瞬间感觉好冷 沈卷想送他回家 可是雨晶出于礼貌 觉得不能吃完就走了 想等他们回来打个招呼 沈卷看着他动得发抖 说那进去等吧 来到屋子 沈卷将毛毯递给雨晶 雨晶想着 这是大佬拿来蒙脑袋的毯子 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盖上毯子 仰头看向天花板 好美的画 是他画的吗 看着想着 迷里呼呼就睡着了 大气呼着 不能喝酒 只能喝口 雨晶盖着大佬 拿来蒙脑袋的毯子 缓缓睡去 沈卷给雨晶倒了一杯热水 回来看见他完美的 侧檐睡的香甜 起身就要将毛毯 给他往上盖盖 呼得王一阳回来 开门就喊眷言 沈卷吓了一跳 一把就将毛毯撇了出去 盖在了雨晶的头上 小伙伴还调侃 这是什么心情去 把小仙女盖起来 是干嘛呢 沈卷小声说到闭嘴 出去 王一阳一溜烟的跑开 余音回答 好嘞 回头给雨晶细心的盖好被子 想着刚刚都给他蒙头了 他都没血 他好像很久没睡好了 沈卷走出来轻轻关上房门 王一阳打去眷眼 你是真的很喜欢小仙女吧 蒋南也说 你要喜欢 兄弟肯定不跟你争 沈卷点燃一支烟 问到何以见得呢 众人七嘴八舌 从你看人家的眼神 怎么不见你为别人挡酒 沈卷呼出一串烟雾 说到看来你们很闲啊 黑暗中雨晶猛的睁开眼睛 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一下猛住 这是哪来着 就听耳边传来一个男生 醒了 吓得雨晶立马尖叫 有鬼啊 手脚并用 一巴掌就甩了过去 清脆月耳的巴掌声响起 呼得房间的灯亮了 雨晶向一旁望去 就看见脸被自己打歪 手握电灯遥控器的沈卷 白皙脸庞上清晰的红色长痕 两人顿时都僵在原地 沈卷转头看着这个施暴者 这丫头起床气比自己还大 雨晶无处安放的小手瑟瑟发抖 不过看着沈卷识别的模样 不受控制的笑出了声 沈卷竟然控制不住的前仰后合 带着笑出的眼泪道歉着真是对不起 刚刚你的声音太近 一时没反应过来 沈卷无语 这丫头的道歉真是没有半点诚意 揉揉头问到这么好笑吗 雨晶脸都有些乐抽抽了 继续道歉 我真不是故意的 沈卷在她身边坐下说 我知道 雨晶笑呵呵的抱着抱着问 那上一个山里的人 是不是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仰头缓过心神的沈卷说 上一个吗 那人还没出声呢 眼神有些内容的看向雨晶 你是第一个 雨晶正愣 随后转头脸色羞红 门口沈卷要送她回去 雨晶却回去说家就在旁边不用送 转头甜美的和沈卷说 同桌 我们周一见 沈卷阳光明媚的回到 周一见 不让喝酒就挨了一巴掌 沈卷内心委屈也得受着 中午下课铃声响起 沈卷座位空空如也 雨晶原本想着请她吃个午饭 表达歉意的 走出教室撑了个懒腰 就被急迟而来的巧克力棉花糖 徐如意撞得满怀 看着她脸上轻一块子一块的 雨晶皱眉问到你身上谁弄的 上次那个坏丫头吗 徐如意激动的说他们在找你 你千万别 别下去 雨晶确决甚好 省得我还得找他们 揉了揉徐如意的脑袋 我挺喜欢你的 放心 我喜欢的人没人能欺负 来到楼下就看到上次那几个坏丫头 还有个地痞流氓小混混 雨晶认出这不就是 被沈卷当剑主踢的那人吗 李诗奇仗着有人撑腰 雨晶不善的说 你现在对我下跪求容 让我打回来 说不定我会放过你哦 雨晶双手还凶好耐心的 听他们说完 哑然一笑说到这样啊 但是我有更好的办法 一是我揍你一顿 你叫声爸爸 给我朋友道个歉 二是我不揍你 你自觉点 叫声爸爸 然后给我朋友道歉 李诗奇听得咬牙切齿 怒声喊着 你脑袋进水了 还是爱好挨打 雨晶不怒反笑 灿烂说到我爱好 别人叫我爸爸 李诗奇躲到混混身后 说到哥 别跟他废话 教训教训他 雨晶再次开口 咱们说好 今天就把事彻底解决了 别再找后帐 男人答应行的同时 被雨晶一把抓住 原本和沈卷一样的动作 但是位置些许下影 男人的下半辈子贪忧了 随后一个破肩摔 力拔千斤之势 男人就这样四仰八叉 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同时 刚洗完澡的沈卷 接到王一阳的电话 焦急地告诉爸爸 李诗奇带着外校的人来 唯有小仙女了 沈卷的脑海里不由浮现 雨晶柔弱无助 被李诗奇欺负 自己霸气登场 英雄救美的场景 一路风驰电掣 原本一个小时的路程 生生二十分钟就到了 头发滴滴答答和汗水融在了一起 一入眼帘的场景 让自己也很是惊喜 王一阳兴奋复述着 刚才小仙女变身蒙女 直接放倒小混混的精彩瞬间 挖苦着眷野 小仙女如果一直在巴中 笑爸的荣誉就没有爸爸您什么事了 沈卷扑哧的笑出了声 王一阳这才观察沈卷 头发没吹干 裤子也穿反了 一个小时路程得狂飙成什么样 二十分钟就到了 调侃眷野头一次看你这么狼狈啊 沈卷戴上头盔 向学校飞去 不忘提醒要迟到了 爸爸上课去了 王一阳在后面喊着代代兄弟啊 班级门口雨晶看到沈卷 惊讶问道 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沈卷嘴角含笑原本是这么打算的 随后就听班级里狂风大作 物理老师王然代号恐龙怒吼着 我的课你们也敢迟到 才开学就敢迟到 你俩还真是相亲相爱的同桌 雨晶一个大逼都给沈卷打懵 听说雨晶被围攻火速赶到现场 教室门口遇恐龙袭击 物理老师恐龙王怒声问 说说吧 什么原因迟到 说不出来欧母定律超写五百遍 两人均姿挺拔战力 雨晶眼神中透着一丝脚下 兄弟 对不住了 没等沈卷回神 雨晶伸出小手指了指沈卷 他 想逃课 被我抓回来了 恐龙王接受了雨晶的礼 拿着三脚齿怒指沈卷 行 那你抄一千遍 两人齐齐回到座位 想着让沈卷抄写一千遍 怪不好意思的 所以推过去一根棒棒糖 沈卷妙道 抄起棒棒糖就放到嘴里 看向雨晶 不怀好意的说 打发要饭的呢 雨晶小心翼翼的问 那家 三天早餐 沈卷将棒棒糖也 嘚嘚嘚嘚嘚响 雨晶浑身一颤 立马改口五天 沈卷呼的趴在客桌上 行吧 雨晶看看 这是在家没睡够啊 恐龙王的视线一下 就看到趴着睡觉的沈卷 一个粉笔头就砸了过去 大吼沈卷 你同桌给你催眠了吗 你睡得那么香 被砸醒的沈卷起身 还有些恍惚 恐龙王气血上流 说到欧姆定律中的 等于什么 你给我说说 雨晶悄悄指了指 笔记上的内容 就看沈卷慢悠悠的 向后靠去 说到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 恐龙王黑脸猛拍桌子 雨晶惊诧 前方同学对沈卷 竖起了大拇指手动点赞 牛啊 恐龙王大喊 沈卷 再给我抄写一千遍 雨晶问抄了那么多遍 没记住吗 沈卷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说我没听清他问什么 雨晶担心可是 还有一周就要月考的呀 沈卷认真地写着 另外一千遍的欧姆定律 嗯 无物理还行 雨晶无语 回忆当初英语 她也是这么说的 敲迷迷的说手机号 给我一个吧 沈卷心中暖流流淌 把手机递给雨晶 夜晚零时三十一分 睡在沙发上的沈卷 接到雨晶的信息 刚看第一行字 完全可以认定是骚扰短信 再看 小灵教你学物理 点击进去查看着资料 带着眼睛的小灵老师 重点知识点 详细讲解 想着这小丫头 难道是熬夜整理这些东西 依靠在沙发上 鬼想见到雨晶 留给自己的各种不同的画面 这姑娘太有趣了 忍不住笑出声来 脸羞红得自己 好像都没察觉 这边的雨晶熬了通宵 专门分析不良少年 爱看的短信内容 这可是自己的 王者复习资料呢 呼得肚子咕咕叫 出去买了些吃的回来 楼梯上碰见了 自己的便宜哥哥傅明修 一副不耐烦的口吻说着 这么晚回来 吵得我很烦 雨晶吃着甜甜的雪糕 都不香了 傅黑想着 就你家的隔音 我把卧室门关了 在里面骂你傻叉 你都听不到 这是找茬吗 蓝骨铃雨晶化身社会小林 自信提升社会各物理成绩 看着雨晶周围有其他男生 审券度火焚烧惹到小猫 傅明修担心 半夜出门的雨晶安全 张口却是既然是我妹妹了 坏习惯就给我收敛着点 雨晶惊差饿了 买点吃的怎么就坏习惯了 傅明修觉得他在找借口 那冰箱里没吃的还是没喝的 有啊 还很多呢 但是我不想被人说没教养 半夜偷偷乱吃别人的东西 哥哥你可能不懂 寄人篱下 我得注意 傅明修一时没理解他的话 雨晶已经和他擦肩而过 进房间前还和他打了招呼 哥哥晚安了 四月 打着大大哈欠的雨晶刚出门 傅明修按着喇叭要送他去学校 雨晶表面笑嘻嘻表示太客气 心中暗肥这是闹哪样啊 车上傅明修说着自己返校 麻烦哥哥了 傅明修一阵无语 轻壳了下 冰箱里的东西你都可以吃 没那么多讲究 雨晶被这句话触动了心房 不是说不喜欢自己吗 好像并没有 班级里同学宋志明坐在雨晶的座位上 和李林他们打着游戏 雨晶好奇也围观着 宋志明问他玩不玩 盛情邀请并当起了老师 随即走进教室的沈卷就看见 一个男同学距离自己的同桌那么近 一只手还扶在雨晶后侧的椅子上 沈卷亲扣雨晶的书桌 顿赶身边的气压低的让人喘不过起来 宋志明连连后退 雨晶全神贯注着游戏 咋死的呢 宋志明慌忙溜走 雨晶则热情的问候着 同桌 早啊 沈卷没好气 你喜欢玩游戏 没有啊 平时不早玩 那以后别玩了 你那技术 游戏商都被你气破产了 雨晶毫不在意 挥挥手 天度英才凌雨晶 总不可能十全十美吧 偷眼观瞧这同桌 今天语气不对啊 难道是我的物理啼哭太难 双手撑着可爱脸颊 你周末学习了吗 沈卷吐着鱼泡泡说 没有 那物理呢 沈卷脸若冰霜回到 社会哥从来不学习 雨晶的好脾气已用完 这是抽什么疯呢 也没好气的转头说无所谓 看着小猫咪开始炸毛 沈卷无奈叹气 半哄着我同桌发给我的资料 我认真的看了一个周末 给生气的雨晶顺了顺谋 雨晶强调是做好事不留名的小林 沈卷附和 对 还发了个颜色广告 一副老学究的雨晶审视着 虚伪了吧 沈同学 快感谢我吧 我可是熬夜到凌晨 才有了这个奇思妙想 沈卷好似恍然大悟 原来你是 那个做好事不留名的小林啊 雨晶想着怎么就掉马甲了呢 深沉回应低调低调 我为人很低调的 沈卷吃笑 伸手揉了揉雨晶的头 副身贴了过去 撸猫似的说那辛苦了 小林老师 自己的同桌是不是被人惦记上了 怎么所有男生都要找他一起玩 一打不过就加入为原则 一起开黑 自习刻上 沈卷好似睡不醒 依旧在补觉 李林用手指轻戳了下雨晶邀请他开黑 雨晶回头答应好 问几个人呢 李林怕吵到大佬睡觉 轻声细语说三个 再找个路人就行 殊不知雨晶刚回头 沈卷就起身侧耳听着 雨晶说自己太惨 就别祸害别人了 此时沈卷呼的回头问是什么游戏 李林颤颤巍巍的说 咻 打枪的 沈卷看他有些不自然问你哆嗦什么 李林控制不住继续抖动 就是有点冷 心里暗骂 因为啥 因为老子害怕你呗 你可是能把同桌打死的大佬啊 雨晶听着两人的对话 忍俊不禁的笑出声 凑近沈卷提示这同桌 你表情太酷 有点吓人啊 沈卷并不觉得 我吓到他了吗 那你怎么不怕 还和我同桌 雨晶一副大义领缘赴死状 佛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沈卷正色到我虐待你了 没有 对你不好吗 好啊 雨晶一副羡媚的表情 同桌对我似太阳 温暖且炙热 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对我这么好了 沈卷一阵恶寒 这丫头顶着天真无邪烂漫的脸 说的都是些让人冒火的话 就在李林以为大佬要爆发的时候 就看沈卷叹了口气 转头说你们缺的路人我来 李林一个脑子明显不够用了 这是什么情况 忐忑指导着沈卷下载游戏 雨晶看着沈卷编辑自己的个性签名 一个低调的神射手 还真是挺中二的 Victory 一局结束 李林感叹着大佬也太强了 十分钟前刚下载的游戏 十分钟后就带着队友躺赢 雨晶心中自我安慰 自己已经很优秀了 游戏打的菜点也正常 挟视着沈卷 不过他怎么上手那么快 看出雨晶好似气的冒了烟 所以问怎么了 雨晶猜想着问你肯定不是第一次玩吧 沈卷说枪不是第一次玩 雨晶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 呼的又惊讶盯着沈卷 什么 沈卷说哪天带你玩真的 雨晶震惊 吞了一口口水 社会哥 果然很社会 几天后 雨晶趁着便宜哥哥不在 爸爸也没回来 收拾好行李来到学校开始住校生活 虽然他并不知道迎接他的 到底是阳光明媚还是暴风里的前夜 月考在即 明晰化身小林老师 无所不能的社会哥真的好暖 马上就要进行高二年级的第一次月考 班级同学基本都分布在倒数三个考场 班级的学习成绩可见一斑 自己作为转校生和休学一年的社会哥沈卷 很有缘分的都在最后一个考场 还是并排坐着 雨光看了看社会哥 他也在看着自己 是在暗示自己什么吗 可是那么做是不对的 最先是倾格教育道 沈同学 考试重要的是考出自己的真实成绩 才能查一不漏 对不 拍了一下沈卷的肩膀 在小林老师的帮助下 你的物理成绩怎么也得达到三十分吧 鼓励式的假笑 加油 看着小丫头一脸真挚 沈卷一阵无语 国庆八天小长假开始了 可是回来就要月考 同学间还互相较劲 谁复习谁是孙子 收拾好书包的雨晶心事重重 一旁的沈卷伴坐着雨晶的书桌开口 怎么了 雨晶游离着 不想放假 我想学习 学习使我快乐 学习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沈卷问你是爱学习还是不想回家 雨晶还惆怅在自己的世界里 淡淡回了句不想回家 可是刚说出口 就缓过神来 怎么下意识就和她说了真心话 用书包挡住半张脸 努力找补 我家住在摩仙堡 回家就会被抓起来强行修炼魔法 看着她一副别扭的模样 沈卷并未戳破 用手机轻砸了下雨晶的小脑袋 这小姑娘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留下要抱走的雨晶 哭得说了一句对了 雨晶抬头 沈卷说我假期都在工作室 你不出去玩吗 雨晶问 心里想她和自己说这个干嘛 沈卷回没什么好玩的 无聊了 可以到我呢 我都在 雨晶心中一丝暖流划过 她的意思是 自己可以找她吗 原本以为沈卷是一个暴躁爱打架的社会哥 可是接触下来 她其实是个心思细腻 骨子里透着温柔 温暖的像个小太阳 雨晶猜测她应该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身边的人也是这样温柔 疼爱她的吧 雨晶心中很羡慕 她这样真好 自己也想要 社会哥有了读心术 知道同桌不是不喜欢放假 只是不想回家 贴心告知自己会一直在工作室 一事不如少一事 自己还是赶紧回房间吧 就当她亲手亲脚的准备上楼时 傅明修回头问了句 没看见我吗 雨晶转头 看见了 傅明修继续问 那你看见了怎么跟没看见似的 雨晶一下子又换了一副面孔 哥哥下午好 哥哥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就上楼了 完全不看傅明修黑下来的脸 转头就要走 身后传来一句等等 雨晶内心狂躁 这是又抽什么疯啊 傅明修起身 表情严肃 你不要以为我接受你了 你就动什么歪心思 雨晶一愣 什么歪心思啊 傅明修一阵言辞 傅家的公司 你想都别想 雨晶扑斥一笑 我要公司干什么 每天早出晚归类的跟个狗似的 傅明修脑海浮现 那只狗说的是自己吗 雨晶笑眯眯的说 哥哥负责赚钱 我负责没钱了跟你啊 转身狡黠的笑着 毕竟兄妹们 还是要互补一点的 傅明修看着笑容灿烂的雨晶 一阵无语 却无力反驳 他说的好像也对 惊艳雨晶一副轻力温柔的模样 众人看到沈娟顿时压去无声 仿佛被点学了一般 就看沈娟静止走到雨晶旁边 雨晶将豆浆递了过去 想着豆浆加了核桃给社会哥补不毛 沈娟只不看了一眼 会错意 接过豆浆 随手拧开 又递了回去 雨晶抬手又接了回来 说了声谢谢 这丝滑的举动震惊了教室所有人 笑爸居然给转笑声拧平带 喝上豆浆的雨晶才反应过来 对着沈娟说这豆浆是给你买的 沈娟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趴在桌子上回道 放那吧 我等会喝 雨晶无语 可是自己已经喝了呀 一个举动就在学校掀起了暴风雨 好劲爆 秀恩爱明场面啊 笑爸这是谈恋爱了呀 雨晶给沈娟带了补脑的核桃豆浆 沈娟第一次帮女生拧瓶盖 雨晶伸手接了就喝了起来 动作丝滑的好像之前演练过上百次 考试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沈娟恍恍惚惚的爬了起来 看着雨晶还在喝豆浆 碎问 都喝光了 眼睛微眯 一副没睡醒还委屈巴拉的模样 不是给我的吗 雨晶还从未看过这样的社会歌 调戏着 我都喝过了 你还要吗 沈娟被问得脸色羞红 这小姑娘真是会惹火 可是这话被同考场的小伙伴听去 简直是爆炸性新闻 在八中的论坛上掀起惊涛骇浪 大佬惊爆的考场秀恩爱现场 小姐姐喝了两口豆浆 大佬让小姐姐放了 一会儿喝 这不是间接性接吻吗 考试时间到 八卦按了暂停键 监考老师让同学们将手机和书包放到讲台上 我真是最后一个考场 同学们形态各异 大多数直接趴在桌子上不叫 雨晶心想着月考考题对比之前的学校 一点难度都没有 悄悄探头观望了下社会歌 好认真啊 不枉他熬夜给他整理学习资料 奋笔集书的样子真帅 叮铃铃 考试结束 同学们还在讨论论坛的八卦 雨晶伸了伸腰 还是蛮累的 转头看了下沈娟的考试座位 人已经不见了 走这么快吗 啪的一声 雨晶一愣 是沈娟 她将雨晶的书包从讲台上取了过来 用着雌性的声音 说着难以让人拒绝的话 一起吃个饭 雨晶想着 社会歌是要霸凌自己吗 罪问 你是忘带钱了吗 盗罢和转校声音都将被传恋爱了 在八中论坛掀起惊涛骇浪 考试结束 沈娟约雨晶吃午饭 不料雨晶脑回路想的是社会歌忘带钱了 沈娟对雨晶说我请你 雨晶信信 还是我请你吃吧 吃什么 沈娟也不纠结 都可以 雨晶欢快的看向沈娟 分析着 炒河粉边上那家的牛肉面不干净 火锅烧烤味道重 时间来不及 吃炒菜可以吗 都可以 两人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雨晶开心的转头 瞳孔放大 梦霸西装革履的站在门口 她怎么来了 呼的脚步一顿 后面的人来不及刹车 差点撞上雨晶 没好气的说 走不走 停在到中间干嘛呢 沈娟一个冷冽眼神扫射过去 伸出宽厚修长的手 从背后护住雨晶 在大佬无形微压下 后面的同学色索回去 不由自主的道歉着 不好意思啊 赶紧逃离 而雨晶此时也转身向学校走去 快速说到改天吧 今天不吃了 改天我请你 沈娟不解 刚刚还好好的 这会怎么救 所以拒绝 不行 雨晶背对着大门口 解释我今天不想吃饭 改天 我请你吃好的 绝不赖账 看到雨晶有些不安的神情 不想让她一个人待着 所以说今天 就今天 雨晶想着 今天社会哥犯什么病了 怎么这么难缠 余光看到完了 爸爸好像看过来了 飞一把薅住沈娟的衣领 往自己的这边拽了拽 与其中带着些许忐忑 沈同学 行行好 求你了 沈娟的脑海里 又多了一个不一样的林雨晶 叫呵呵跟社会哥去吃饭 遇到堵大门来抓自己的孟爸爸 祈求社会哥放过自己 迅速逃回宿舍门口的雨晶 看着孟爸恩多的未接来电 无奈的回播过去 刚接通 孟爸就质问着 你把我电话号码拉黑了 雨晶回到 今天月口 考试的时候要求手机关机 孟爸开始拿出爸爸的威压 叙叙叨叨 我在校门口 你出来一趟 没经过我的同意 谁让你搬来住校 你怎么想的 我跟你说的你听不明白是不是 你哥哥读高中的时候也上的八中 也没住校啊 你怎么就这么多丑毛病 而且你学校怎么回事 没家长同意 就敢让你住校 我去问问你们班主任 雨晶解释 哥哥同意我住校 孟爸 你哪个哥哥 雨晶冷笑 我有哪个哥哥 听出他语气中的不屑 孟爸气恼 林雨晶 你今天必须给我回家来 不用跟我玩叛名 你就算不姓孟 也是我的女儿 我是你爸 必须听我的 雨晶实在是听不下去 心肝脾胃肾一阵抽痛 不想再听 挂断电话 蹲在地上 把脸深深埋在壁弯里 真的好累啊 这边的河粉店 沈娟已经要把盘子里的河粉戳烂了 脸色阴沉四包公 眼神里都透露着不爽 看着女孩们都成群结队 叽叽喳喳 而林雨晶一直都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 像一个被遗忘 被抛弃的小猫 明明自己是好心 看不惯她自己一个人吃饭菜 沈娟完全不知 她周身的冷冽气压 已经吓得周边女孩瑟瑟发抖 她还想着林雨晶是看见什么了 还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事 回想雨晶求自己的场景 眼神透露着行性好放过她吧 就那么不愿意和自己站在一起吗 虽然她是在拒绝自己 可是为什么自己还是脸红心跳 暗骂自己一句没出息 下午的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雨晶来到教室的时候 沈娟已经回来了 面对自己放鸽子的行为 有些歉意 盯着沈娟看了看 满身散发着生人物净 自己还是不要自讨没趣了 哭得吱嘎一声 沈娟扶了下桌面起身 雨晶余光盯着眼神空洞 神情落寞的沈娟 目送她走出了教室门口 同学们都在窃窃私语 马上考试了 大佬怎么走了 难道是干架去了 血脉压制没法反抗爸爸的无奈 对被自己放鸽子的社会鸽满是歉意 回到考场雨晶盯着沈娟出神 沈娟也呼地转头看着她 雨晶撑起笑容 那个 我今天真的不是赖长 改天请你吃更好吃的 沈娟却并未答话 反问你中午吃什么了 雨晶还没反应过来 沈娟继续问你没吃饭吗 雨晶心想那种情形 哪有心情吃东西 碎胡编乱造复习太投入 忘记吃了 沈娟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 转过头去 雨晶不明所以 沈娟这是什么表情 片刻沈娟起身向外走去 大家讨论的声音又再次响起 马上考试了 大佬这是接到小弟电话 去干架了吧 有同学甚至脑补画面学了起来 好 等我 马上到 只见说时迟 那时快 正当 讲得正起劲 沈娟筐的踢开门 拎了一袋零食就走了进来 刚刚演戏的同学瑟瑟发抖 只有雨晶侧身看向她 沈娟把一袋子零食 放在雨晶的桌子上 就见沈娟将袋子里的零食 一件件拿了出来 雨晶看着不说话的沈娟 打架吗 不是 她好像在表演变魔术 看着瞬间桌面 被摆得满满当当 随后沈娟将水平的瓶带 帮她拧开 语气不带温度的说林雨晶 以后你不想说的事 你直接说不想说 老子不问 眼神又有些凌厉的地看向她 扶着桌子 身体前倾 但是 两人越靠越近 雨晶的身体也不由地往后躲了躲 但是 别说那些骗弱智的话来敷衍我 说完起身回到自己座位 雨晶微咬嘴唇 刺激指示 指示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 沈娟目不挟视地走了出去 雨晶看着她的背影 这是 生气了吧 无耐地叹了口气 开始整理自己满桌的零食 好奇拎起一袋酒鬼花生蜜 这是让自己当下韭菜吗 虽说有些奇怪 但是心里却是暖暖的 傍晚回到那个自己所谓的家 刚走进家门 就听见孟霸怒不可遏的声音 你还知道回来 冷力问道 助校回职是谁给你签的 雨晶眼神闪躲 我哥 他为什么会给你签这个 我俩关系不好 总吵架 他不想我在家待着 所以我跟他说自己要助校 他就 忍不防地孟霸抡起手掌打了下去 一个通红的手掌印就出现在雨晶的脸上 孟霸怒声喊着 还敢撒谎 我给傅明修打电话 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 林雨晶 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了 挨了一巴掌的雨晶没有哭 反而笑出了声 内心对这个从没尽过父亲责任和义务的人 却偏偏想在儿女面前 树立维持自己绝对的权利 可笑 可笑至极 被狠狠甩了一巴掌的雨晶未哭返校 一个从未尽过责任的父亲 想要建立权威只能靠武力 雨晶抚着自己火辣辣的脸 不懈的说我哪敢骗 可是他的态度再一次惹怒了孟霸 孟霸大声吼着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和大人顶嘴 撒谎 自作主张 你妈平常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雨晶平静的说 我妈没教我 讥讽到你也没教过我 但是你现在想起来了 你不觉得有点晚了吗 孟霸气急 举起手来就又要打了过去 雨晶未躲 直挺挺的站着 孟霸呼的视线扫到一旁的楼梯 惊讶喊着明修 没有感觉到再次的疼痛 雨晶未睁了一只眼睛 孟霸轻轻放下扬起的胳膊 声音弱了下来 看着傅明修问 回来怎么也没说一声 学校没课 傅明修轻声回了聚恩 走到两人面前 我之前忘了 我确实给他签了个字 随后走到雨晶的前面 把他挡在身后 孟霸问可是我下午问你 你说 傅明修摸了摸头发 下午忘了 孟霸说那既然是你给他签的 傅明修直接打断孟霸的话 既然是我签的 这时就过去吧 你们吵得我头疼 转头对雨晶说 上次你买的柠檬派挺好吃 雨晶一时没反应过来 嗷了一声 傅明修问那个柠檬派在哪买呢 雨晶正愣 傅明修却是一把拉住他的手 向外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 我找不到 你带我去买吧 连一个个也不是一无是处 借口柠檬派拉走雨晶 发掌意彻底点燃审君木 来到门外 雨晶和傅明修军事沉默不语 片刻 傅明修呼的开口问道 你爸经常打你吗 雨晶低头巧声说 没 第一次 他之前都不怎么管我 傅明修却是秃得转头 一副不熟的模样 我可没有再帮你 只是单纯看不惯 雨晶面对忽然变换风格的哥哥 深深感受到他的属性 完全就是个纯种傲娇 雨晶也变脸乖巧懂事 谢谢哥哥 我们接下来去哪了 傅明修一副别恶心我的样子 你爱去哪去哪 我有事 看着自己独自上车的傅明修 雨晶问 那你不吃柠檬派了吗 傅明修美好气 你买过柠檬派吗 那你把我拉出来干嘛 我不把你拉出来 他在打你怎么办 说着开车扬长而去 雨晶回想着他说 爱去哪去哪 可是自己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啊 天色渐晚 雨晶在附近的便利店 看着窗户中印出自己形单影子的模样 感觉自己好像是个可怜宠 被压榨劳动力 还被老板客扣工资 交不起房租 无家可归 流浪街头 只能带着自己唯一的行李 抬头看到那袋应景的酒鬼花生 此时超市的门再次打开 雨晶吸溜一口面 斜眼观瞧 怎么是他 沈眷 沈眷走到雨晶身边 开口问道 你怎么在这 雨晶转头将面调味咀嚼就咽了下去 淡淡的说 我吃个饭 心里想着中午放他鸽子 还没正式道歉 他应该还生气呢吧 眼间的沈眷呼的发现雨晶白皙的脸上 有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 关切问道 你脸怎么了 雨晶一时不知道怎么和沈眷说 碎指说这个事有点复杂 沈眷直接俯身过去 两人此时四目相对 不一样的情愫在蔓延 雨晶看着沈眷这张英俊的脸 脸色羞红的缓慢向后移动 拉开了一些距离 沈眷却是狠狠的攥紧拳头 愤怒问道 谁打你了 凤霸拿出微压甩了雨晶一巴掌 酒鬼花生作伴的雨晶 脸上的伤痕深深刺痛了社会哥沈眷 满脸冷酷的沈眷只能躲到外面 来降低心中的怒火 可是躲在便利店的雨晶 觉得委屈得要死 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在家里挨打 出门还要看人冷脸 都他妈的什么事啊 啪得扔掉勺子 误会沈眷还是因为中午 放他鸽子的事生气 所以急不向外走去 自己也不想割他 恨不得那孟伟国一辈子不回来 老子上辈子难道是杀人放火了 还是欺世灭祖了 摊上这样的父母 老子招惹谁了 凭什么自己就这么倒霉 来到沈眷面前 实在压不住内心的火气 你被放鸽子 你不爽 正好我也不爽 干脆我们一起把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打一架吧 看着怒气冲冲的雨晶 沈眷满眼茫然 她哭了 听着小丫头嘟嘟囔囔 说自己都要烦死了 浑身上下都好烦 烦得要跳楼 雨晶认真的问 你和我打不 你要不打 我就找别人去 沈眷叹了口气 随后回了句 打 手指轻轻帮她擦拭掉眼泪 劝说着 你别哭 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沈眷的深情和爱莲 完全没入雨晶的眼 雨晶一门心思就想打架 双手按住沈眷的帽领 沈眷还有些疑惑 她是要抱自己吗 伸手出就想回应她 可是雨晶呼地拽住沈眷衣领向下按 膝盖风驰电掣冲向沈眷的面门 就听一个惨烈的闷哼声 沈眷对泪眼朦胧的雨晶满是爱莲 雨晶却是一个风驰电掣腿 攻向沈眷面门 片刻后 沈眷将办好蔬菜沙拉 推到雨晶的面前 雨晶觉得很是不好意思 碎问刚刚怎么不躲啊 沈眷尴尬服了 没躲开 想起上次看到雨晶变身暴力姐 肯踢见子哥 就凭借她的速度 估计人家刚一抬手 她都能扇人家几个来回巴掌了 雨晶关心 那很疼吧 社会哥怎么可以说疼 转头为心说没什么感觉 雨晶无情拆穿 是吗 都肿了 想弥补下自己犯下的错误 我觉得可以弄个窗壳贴 这样就不影响你的美貌了 沈眷指了指受伤的部位 嗯 可以 和社会哥的人设 说着还比比话话的 能显得你猛一点 沈眷一阵无语 微微叹气 我已经够猛了 不差你的这些包装 快吃 吃完带你去玩 雨晶心情已经好了大半 一边吃一边想 不良少年会在哪玩耍 网吧 游戏室还是桌球厅 可是她却带她来了射击俱乐部 雨晶属实没想到 弱弱问了句 这儿吗 沈眷并未回头 嗯 你不是喜欢这个吗 雨晶满脸问号 自己从没说过喜欢这个 玩那个射击游戏时 自己明明被虐得 痛不欲生好吗 喜欢的女孩受了委屈 安慰她承受一个膝盖里 又带她来了射击俱乐部 到了才说她未成年 原则上不能玩枪 按沈眷的要求带上了护腕 认真听着沈眷教学 这是一个不带平衡单 不带响片 不带护弓绳的射准反曲 雨晶泽泽 自己为什么要玩一个 什么都不带的弓箭啊 社会哥解释 因为不需要 随后一大串的专业术语 雨晶听得天旋地转 只想回问一句 说人话 但是还是用了比较文明的语言 有没有精炼简单的解释 沈眷想想 因为你 菜 菜吗 雨晶内心上演公斗大戏 是啊 她最开始就说了不需要的 看着脑袋冒火的雨晶 沈眷想着不能再招惹这个小猫 一会该挠人了 勾勾手指 过来 将弓箭套给她别在身后 雨晶鼓弄这弓箭 虽然电视里见过 但是毕竟没见过真的 好奇地问 这个是什么 这个怎么用 拿这里吗 呼得沈眷温热的气息 出现在自己耳边 手也覆盖上了自己的手上 沈老师一心都在教学上 脚分开 身子别动 头转过来 雨晶的思绪却在云霄外 这也太近了 心动得有些控制不住 别抖 手肘别沉 此时她的头紧挨着自己 看把心 可是雨晶的心却漏跳了一拍 手一抖 现实就飞了出去 正命中指板人旗下三指的地方 沈眷退后一步 捂住要害 替指人疼了一下 雨晶找补 你说的 看把心 顶着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问道 我的这个把心 厉不厉害 沈眷啪啪鼓掌 一副为你喝彩的模样 又射了几件 雨晶撤到一边 揉了揉有些酸痛的手腕 沈眷接过雨晶手中的弓箭 雨晶看着沈眷完美的侧眼 看她有力的 臂弯标准的拉弓姿势 三件件件射掉了不起 这男人也太帅了 雨晶首次射击瞄准要害 沈眷都替人把疼 当人踢助力雨晶 眼神宠逆拉丝 沈眷刺刺正中把心 满脸傲娇 雨晶暗骂可恶 怎么被她撞到了 胜复心爆棚 一把夺过弓箭 想着自己也可以 半个小时后 雨晶终于掌握射击的要领 握紧 拉满 平衡 瞄准 刷的一声 正中把心 沈眷真心鼓励 不错 雨晶呼出一口气 见好就收 可以了 这种事还得循序渐进呢 拿出手机 拍了一下自己今晚的战果 沈眷开口询问 回哪 我送你 雨晶时疑 是啊 回哪了 不想回家 可是 学校大门紧闭着 雨晶叛逆问这墙能翻吧 沈眷回能吧 没翻过 雨晶调侃你这社会哥的人生不完整啊 沈眷正色 我们社会哥一般不住小 不用翻墙 两人来到墙边 雨晶思考着这个高度自己怎么破 沈眷此时却是张开手臂 来 深情款款 我抱你上去 就看雨晶颤颤巍巍的手 怎么五厘米影响你发挥了 那怎么办 要不 你起我脖子上试试 雨晶没听出沈眷的无奈 当真的问 真的可以吗 沈眷没好气的叫了声她的名字 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下 雨晶爬上了墙头 回头还和沈眷炫耀 今也怎么样 是不是很强悍 沈眷敷眼 强 观星问道 那边能下去吗 雨晶看了下 那边没这边这么高 回头又喊了声同桌 微微摆手 笑叶如花 明天见 沈眷看着这样的雨晶 微微脸红 刚想说点什么 雨晶已经刷了一下 蹦了进去 沈眷嘴角含笑 自己的同桌真的很可爱 回到家的沈眷洗漱时 接到雨晶的短信 关心着她的伤 沈眷扒开头发 看了看红肿的额头 这小丫头是真狠啊 冷水洗脸 想起当时泪眼朦胧的雨晶 骂了自己一句 沈眷 你可真有出息 还得小姑娘弄哭了 这边宿舍里 雨晶的脑神经过于活跃 直到凌晨四点才睡着 再醒来 已经八点了 悄悄不清醒的头 第一节课可是王恐龙的课 这五百遍的欧姆定律 肯定是逃不过了 雨晶因头一天 脑神经过于活跃 而彻夜未眠 导致第二天睁眼就迟到 雨晶忐忑不安的敲门报道 恐龙王出气和蔼并未发怒 让他赶紧回座位 但是还不忘阴阳沈眷 你同桌今天可没迟到 你看 到现在还没睡着呢 雨晶看着沈眷 是啊 他今天好早啊 还绅士帮他拉开座椅 雨晶惊诧发现 老师今天很不错 居然没法欧姆定律 看向同桌沈眷亲子的额头 说了句我也没用多大力气啊 沈眷不满 你还想多大 雨晶些许心虚 都说好的打架 我以为你能躲开呢 沈眷微微脸红 内心前台词 老子以为你要抱我呢 谁知道你上来就给我一电炮 雨晶伸手要撩沈眷的头发 说着我帮你把头发往这边挡挡 亲密的接触 沈眷不自觉的上头 雨晶掩耳盗铃 好了 又是威严帅气的社会哥 沈眷掩面 我的同桌可真实 雨晶好奇沈眷对自己的评价 两眼冒光 两人的互动惊呆了后桌的同学 不断刷新他们对笑霸的认知 哼的一声 一个粉笔砸向沈眷内刚挡上已受伤的额头 就听王恐龙怒吼道 沈眷你能不能别打扰你同桌 你好不容易准时一次还没睡觉 就是来唠嗑的吗 给我站着听 雨晶偷笑 沈眷盯着雨晶 站起 这是祖宗还是克星啊 下课铃声响起 班长从外面带来新鲜出炉的消息 听说最后一个考场有人超脱了分数贼高 李玲哈哈笑着 谁这么傻辈 不是我们班的吧 班长想着最后一个考场 我们班有林雨晶和沈眷 齐刷刷的目光盯向两人 判断着 应该就是沈眷了 没跑 李玲陌生哭泣 刚刚自己是不是骂那人是傻辈来的 班长喊着对了林雨晶沈眷 老江找你俩去办公室 雨晶警觉 难道是昨晚翻墙被发现了 雨晶被刺沈眷 分笔砸头还被罚站 可是天天上课睡觉的社会哥 怎么可以比小林老师还多两分 办公室班主任老江 笑得都能看到后草牙 多好的孩子 拉着雨晶和沈眷一人一只手 雨中心肠 如果是高考 你们这个水准差个一两分 差距也是巨大的 雨晶未懂 老师在讽刺自己 他和沈眷是一个层次的吗 难道自己图错答题卡了 老师见兮兮的说 年级大榜明天才会出来 但我实在忍不住 我偷偷给你们看看啊 在文件中抽出排名 雨晶一眼看到 沈眷低 总分703 物理得分居然是100分 雨晶备受打击 沈眷打架旷课上课睡觉作业不写 欧姆定律和派都分不清 自己还熬夜给他整理物理系题 竟然比自己还多两分 奇耻大辱啊 雨晶一脸不可置信 恰好班主任被同学叫了出去 雨晶回头看向沈眷 考得挺好啊 沈眷并没有什么感觉 说到你考得也挺好 可是在雨晶视角 沈眷却是在嘲讽自己 雨晶正中问 你天天上课睡觉能考第一 沈眷想想 那是因为我休学之前 高二的课程学过一些了 雨晶接着问 那没休学之前 你上了多久的课 沈眷伸出一个手指 一个多礼拜吧 雨晶努力压抑自己心中的怒骨 沈同学 请不要那么牵走 实在不想因为学习这么肤浅的事 影响我们的同桌情谊 沈眷默不作声 这小丫头是怎么了 一周后 学校论坛又炸开了 现在校罢 不仅比颜值 还比学习成绩吗 沈眷居然是年级低 第二叫林雨晶 是个女的吧 八卦这两人在考场就有亲密互动 在班级 大佬还非常有耐心 独宠他一人呢 李林放下电话 心想这消息都落伍了 八成是分手了 自从月考之后 他们冷战都有一周了 感情逐渐升温的社会哥和叛逆女 因月考高出的两分而分到扬镳 已经冷战一周的雨晶无精打采 其实他也不是不能接受审券第一 只是自己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好像是弃恼自己多此一举 整理资料到半夜 还分了两种 特意编了有色小广告 结果人家满分 实在是太丢人了 他可是自己在这个城市 唯一一个称得上朋友的人 可能要跟自己说再见了 此时门口传来 就是他吧 年级第二 和校罢有一腿的勇士 门口来了一群八卦女生 特意来看林雨晶是何许人也 雨晶一个冷冽的眼神扫射过去 门口三人据事一惊 有点赫人啊 此时身后冷风来袭 嚷嚷 三人回头 是校罢加学罢 沈卷本卷了 太帅了 嘈杂的门口终于安静了 一个门里一个门外 沈卷往里看 雨晶往外瞧 两人面无表情对视了一眼 沈卷走到雨晶身边 雨晶别扭的转过头去 沈卷一手杵着桌子问 你到底为什么不开心 雨晶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最赌气的说 你怎么看出来我不开心了 沈卷试探问我惹到你了 是因为月考 这都一周了你还没消气啊 雨晶当然不要承认 我没生气 我开心还来不及 小林老师凭借初次的业务能力 教出的学生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转头不看他 没好气的说比老师还高两分 沈卷直男上身 一道选择题而已 大不了你以后哪不会 我教你 雨晶觉得天都塌了 气氛问着你是在羞辱我吗 就当两人对质 相互误解的时候 不得体育委员没眼色的出现 冒昧打扰两位大佬 一副健身房卖卡的节奏 运动会项目 要不要考虑一下 社会哥直男上身 雨晶哪疼网哪渣 雨晶气愤直呼 她是在羞辱自己 看社会哥如何力挽狂澜 挽回林雨晶 雨晶不想面对沈卷 起身就报了一个运动会项目千秋 体为感激涕零 班级女生太少 根本没人报名 看着无视自己的雨晶 沈卷不由叹气 女孩的心思太难猜 体育课上 老师好奇学年的状元和榜眼是谁 只因学生时期的她 考试成绩250分都费尽 沈卷和雨晶双双被其他同学推了出来 老师也激动 长得最好看的学习还最好啊 目测两人间的距离 你俩是结什么两子了 还是有多妻之恨啊 沈卷往雨晶这边移了移 老师继续调侃 害羞啥 我也不给你俩配对 所以安排两位学霸去器材库 给大家取下垫子吧 其他人做热身运动 雨晶转头就走 完全目视沈卷 来到器材库 沈卷好心说你就在这等着吧 沈卷脚步一动 拦住她的去路 一手拉住雨晶的胳膊 叫了声她的名字 雨晶并未看向她 淡薄的问了句干什么 沈卷看着还是不理自己向外 努力拉电子的雨晶 郑重其事的说了句 对不起 雨晶睁着自己水灵灵的大眼睛 压抑的看着沈卷 社会哥这是 跟自己道歉了 小林老师教出的社会哥 月考成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道歉了却不知错在哪 是不是该打 气材是沈卷忽然道歉 雨晶先是一惊 后别扭问你做错什么了 沈卷握着雨晶的手紧了紧 有些委屈 我哪知道啊 你为什么就不理我了 雨晶听了就来气 哭得松手 垫子硬声落地 怒声吼道你不知道到什么歉 两人四目相对 一种不死不休的气氛在蔓延 沈卷气势弱了下来 松开手 说到那你不是不高兴吗 双手还胸依靠门框 我他妈还能怎么办 一副唯唯曲曲的受气小媳妇模样 雨晶红着脸想着歧视也不是什么大事 沈卷也没故意隐瞒什么 他好像确实很无辜 上前半步问道 你知道你为什么比我高两分吗 沈卷也好奇俯身 为什么 雨晶笑容灿烂地调侃着 因为你比我二啊 说着欢乐着哼着歌往外边去 不忘回头调皮 记得拿电子哦 沈卷呆愣 这事 红好了 体育老师看着拿回电子的两人 喊道今天我们男生练俯卧撑 女生练养卧起座 正要做锻炼的雨晶被老师喊着 学吧 你来 指了指沈卷 听说你俩是同桌 你过来帮帮她 雨晶走了过来问 怎么帮 体育老师仔细讲着规则 给她数着就行 三十个呀 要符合标准的 不标准的话 你就谈谈脑瓜崩 雨晶一听 这活好啊 沈卷却是满脸无奈 心中暗想自己的同桌是贿赂体育老师了吧 光明正大来报仇的 老师说着不要手下留情哦 雨晶一副放心吧的表情 毫不避讳地在沈卷面前达成了交易 为此雨晶还活动活动了筋骨 一步步向沈卷走来 刷得蹲了下去 两人的眼睛平视着 手指做好待命的首饰 笑叶如花 红桌 我们开始吧 因为月考成绩差两分 社会哥和小林老师分到扬镳七天 沈卷莫名道歉终于缓和两人的关系 可是却引起老师的注意 两人早恋了吗 办公室里六班老师夸奖刘刘老师 听说你们班有两个七百分学生 真不错 刘老师听到有人夸自己班的孩子 也替他们高兴 六班老师继续说 听说这两个学霸还是同桌呢 是啊 开学时候他们自己选的 这两人气场很合 在一起学习格外有拼劲 六班老师还真是八卦 提示着您抽空看看我们学校贴吧 两个学霸人气很高 连同人文都有了吗 刘老师一脸迷茫 啥是同人文 六班老师意味深长 你看看就知道了 他们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啊 您还真是需要注意一点 刘老师不放心 立马拿起手机 心里还安慰自己 这两个孩子一看眼里就只有学习 绝不可能出现早恋的情况了 随后那些标题打 什么学霸不得不说的二三式 大佬练琴实锤了 刘老师看着都有些烂眼睛 点进一个最新的帖子 说着体育课上 两个人亲密互动 男生做俯卧撑 小姐姐就在旁边蹲着看着他坐 而且坐一下 他就弹一个脑巴崩 可很可想啊 可是大佬一点不生气 还一脸幸福 有徒有生有视频为正 刘老师不敢置信 这说的是沈卷和林雨晶吗 打开视频 还真是雨晶蹲在沈卷面前 沈卷做一个俯卧撑 雨晶就对着他的脑门 来一个响亮的脑风 雨晶笑得一脸灿烂 沈卷则是满脸宠溺 刘老师也绝不太对劲 必须得找他俩聊聊 想想女孩脸皮薄 先找沈卷吧 学霸兼笑霸的社会哥 刚聊过小红桌 又去贵东小兄弟 老师还真的想放打鸳鸯 沈卷正用清水洗着脸 身边就多了一个 一脸坏笑的何松南 问到找我吗 何松南双手还胸 像吃了什么大瓜 在学校贴吧 看到一脸幸福的眷眼 我过来看看食物 沈卷一副看傻子的模样 何松南跟着沈卷一边碎碎面 你小同桌现在可有名了 自问自答的说 就因为你聊妹太高调了 你考场里那些骚操作 都出同人文了 你也不怕老师 把你们的座位调远 何松南的脑海里 都出现了生离死别的画面 到时候有你哭的 沈卷拉冰柜的手一顿 随后拿了一个可乐 平静的说我没聊妹 何松南却是一副 八卦到底的表情 敲声说大家只是不爱学习 不是真的缺心眼 还关心着 少喝饮料 容易影响那方面 为了你和林妹妹幸福 你可要注意点哦 沈卷一点没客气 抬脚就踹向何松南的屁股 路过的李玲恰好想找沈卷 不好意思的举手说话 沈卷同学 沈卷转头 就听李玲说我刚刚去生物办公室 老江说你和林雨晶苗头不对 可能要调左 沈卷一惊 这何松南还真是乌鸦嘴 说什么来什么 对李玲说了声谢谢 李玲挥手 自己就是这么愿意 给大佬当小弟的呀 何松南顿时肯定了 自己的精识才能 预言得也太准了 暗自笃定要帮兄弟一把 抓过沈卷的胳膊 沈卷一时不察重心不稳 就被拉了过去 这动作 明晃晃的贵东啊 只不过两个主角都是男生 周围同学的目光 立马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不断地有人拿出手机拍照 何松南则是一副兄弟 可是牺牲大了 只能帮你到这了的表情 迅速脚底抹油 飞快跑走 仅留下一心想杀人的沈卷 咬着后槽牙 说着你给我等着 显眼包出很招就兄弟 沈卷被动贵东 又出丹美飞闻 与金惶恐接受宠蜜摸头杀 班级李与金若有所思 回想体育课 自己对沈卷貌似有点过分 刚刚自己可是实打实打了 他三十个脑瓜崩了 换位思考 如果是自己做俯卧城 旁边有个人一直在敲自己脑袋 他就能按着那个人的脑袋 砸地上的大坑 哭得就听刺了一声 沈卷哉哉愣愣绕过他回到座位了 怎么这是生气了吗 都没让自己起来给他让位置 与金略微脸红 不好意思地问 我刚刚打得很疼吧 欲盖弥彰解释着 自己可不是公报私仇 完全是体育老师让自己那么干的 老师默默地成了背国侠 沈卷听着与金狡辩的话 哭到我笑 给与金笑毛了 岳家解释我说的可是实话 沈卷笑意盈盈 一副我都懂的表情 嗯 对 不疼 没什么感觉 沈卷的笑容让与金怦然行动 这沈卷还真的是很好看呢 哭得同学不合时宜的出现 沈卷同学 老将找你去他办公室 这回换成沈卷心事重重了 与金问到你这是怎么了 是让谁祸害了吗 沈卷回神调侃 小同桌 现在胆子很大吗 都敢这么奚落社会哥了 眼神闪躲略带迟一开口问 你看不看 剩余的话到嘴边 慰问出口 两人四目相对 沈卷想问他看没看笑论坛 与金看着他问 看什么 沈卷起身说道没什么 与金追问你这人怎么说话说半句 沈卷却是宠溺伸手揉了揉与金的头 回来再和你说 转身就去班主任办公室 留下一脸猛逼红的跟喉屁股式的与金 他好像被沈卷摸头杀了 笑论坛就是八卦聚集地 校友们真有当狗仔的前置 自从被六班老师有意提示后 刘老师的眼睛就没从贴吧上离开过 时时上传的大佬分手实锤 好机友壁咚 恋情扑朔迷离 有图有真相 吃瓜群众表示好看 爱看 多看 刘老师是真看不懂啊 现在的小孩都是咋回事啊 沈卷看刘老师看得认真 在刘老师身后等了一会儿 才出声问道 您找我 吓得刘老师一机灵 手机都飞了出去 这当着当事人的面看他八卦 是有多冒昧啊 刘老师磕磕巴巴 对对 是我找你来的 刘老师想了想 问道沈卷同学 你想不想和女生谈的恋爱啊 沈卷没回复 看着刘老师 想着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老师慌忙摆摆手 表示自己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了解下这个年龄的孩子 刚刚也找了李玲 沈卷这时想起自己的兄弟何松南 刚刚那招虽然损了点 但是至少出气之胜了 想着那换作危机是不是就解除了 立马换上了另一副表情 心情舒畅的说老师 早恋会影响我学习的 这回换刘老师尴尬 那她的意思是 不打算谈恋爱 还是不打算和女生谈啊 可是这话没法再继续问了 挥挥手说 那你先回教室吧 审券恭敬的鞠躬说自己先回去吧 刚回到教室门口 就看见体育委员双手合十 恳求这宇金 林女侠 求你把铁饼和镖枪一起抱了 感慨着班级女生真的太少了 就看宇金两手一摊 故作柔弱状 您看我长这样像能拿得动铁饼的人吗 体委争取 可是你抱了千秋啊 宇金开始信口呲黄 我短跑慢 长跑也不行 我就是看千秋不累 我就一丝一丝 拎到此处的沈卷原本愈合的伤有些刺痛 短跑慢 忽悠谁呢 做自己的时候不是挺快吗 兄弟出奇招挽救社会哥的换足危机 岁月静好的小仙女马甲频繁被拔 沈卷担心自己不会被灭口吧 宇金看着如果自己不再报个项目 体委是不打算放过自己 无奈只能再选了一个标枪 体委立马作以感谢林女侠伸出援手 宇金眼神一瞟看到沈卷 问到你回来了呀 体委可不敢惹这个笑吧 立马告退 飞速逃离 宇金向前抬了抬凳子 让沈卷从后面过去 然后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 说到这体委到底怎么想的 让我去丢铁饼 用力思索着这铁饼长什么样啊 沈卷忽然发出灵魂提问 你体重多少啊 宇金正重回道 体重可是女孩子的禁忌问题啊 沈卷笑笑 我就是好奇 你这小身板 宇金却听出轻蔑的口气 沈卷继续 是你扔千球 还是千球扔你啊 宇金正经危坐 就我这小身板吧 一副金爷就是大佬的模样 我能一个打十个 沈卷笑了眉眼弯弯 一身冲气肌肉那种了 宇金将眼睛瞪得溜圆 沈卷也呼得感觉自己说漏了嘴 当时自己看他爆打剑子男的时候 是在他身后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在现场 宇金还凶你看见了 沈卷也不隐瞒我看见了 看见你 将男的砸地上了 宇金叛气 怎么就又被他看见了 随后笑眯眯的安慰同桌 无论我看没看到 你现在才想起在我面前保持人设 是不是晚了点 宇金想想 自己虽然被他扒了小马甲 但是自己也打了他两次 只是自己岁月静好的小仙女人设 崩裂得很彻底啊 鼓起腮帮子 又无可奈何地说了句 那行吧 身后的小奸细 时时刻刻关注的前桌动态 刚刚班主任可是找自己了 让自己留心帮他 看着点审券和林宇金 看着越来越亲密的两人 李玲也有些拿不准 他们到底有没有在谈恋爱啊 你拿电钻药给我的臀部 闻一个Hello Kitty 我就给你的腹肌 还一个欧姆定律 月考结束刘老师对线承默 带班级同学们一起录营 夜晚大家围坐篝火旁 分为组的李玲举手畅议 玩真心话大冒险 确得问题大家准备了一大堆 这边的宇金喝的酒精果汁 此时已经有些微醺 李玲拿起iPad转动大转盘 大喊恭喜惊妹 成为首位真心话幸运 李玲坏笑 那么请回答 现场有没有你喜欢的异性 此时脸色微红的宇金 云里雾里 啊了一声 想想异性吗 一旁的沈娟不知为何 心砰砰跳得厉害 一旁的同学八卦着 这还用问吗 当然要听他亲口说呀 宇金刷的一下举起果汁 站了起来 信心满满当然有啊 满堂寂静 就听宇金豪气云天 刘老师 他为了我们搬尽心尽力 还带我们来露营 我最喜欢刘老师了 说完打了一个酒隔随即坐下 沈娟也呼出一口气 众人直呼没意思 而宇金已经听不到大家说什么了 趴在自己的胳膊上黄缓睡去 沈娟则是满脸宠溺盯着他看 一会儿 刘老师提示大家早点休息 明早还要爬山 大家都回到各自帐篷 野外的夜晚格外安静 呼听到嘻嘻碎碎的声音 有人拿着纹身笔 悄悄掀开帐篷一脚 看着正在熟睡的沈娟 悄悄爬进被子里 切开他的上衣 露出他的腹肌 就听嗡嗡嗡的声音 沈娟猛的睁开眼睛 起身就看到扮作自己身上的人 大呼 林宇金 你在干什么 而宇金则是可爱的比了一个虚的表情 笑眯眯的说 我在给你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沈娟低头一看 这是什么 恼怒的又喊了一句 林宇金 宇金伸手附上他的作品 向沈娟探身过去问 怎么不喜欢吗 哥哥 沈娟一下子从脖子红到脸 轻轻吞了一下口水 守护的附上宇金的后颈部 贴近自己 声音有些上头的问 你知不知道再这么叫下去 会很危险 宇金的脸也蹭得红了 此时两人的鼻尖对着鼻尖 沈娟紧握着宇金的手贴近自己的胸膛 性感的薄唇也慢慢靠近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红桌 沈娟猛的坐起 看到宇金半蹲在他的帐筒前说 该出发爬山了 老是让我来喊你 看出沈娟神情好似不太对问道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缺氧了吗 沈娟回过神 回了句没有 宇金吃惊难道你刚刚 闭脸坏笑 不会是在做什么不健康的事吧 社会哥的美貌被认可 可是心却被伤得体无完肤 女大佬宇金名言 男人只会影响我出见的速度 午休时间 宇金和后桌李林他们开始开飞 受到夸赞林女侠这反应速度绝了 有秘密任务的李林 觉得现在可是打探消息的大好时机 装着很自然的样子 问道听说隔壁板 有个女生和同桌早恋 被请家长了 宇金嘴寒棒棒糖 神情冷漠 李林家伙 听说那个男生可帅了 颁草温润如玉 你看了都会心动那种 宇金没啥反应 这话却传到了趴在桌子上 沈娟的耳朵里 宇金拿出含着的棒棒糖 指了指沈娟问道 能帅得过我同桌吗 沈娟竖起耳朵 想听听下文 李林保命般回复 那不能 大佬的颜值我还是很服气的 宇金不以为意 那心动什么 我对我同桌这个大帅哥都不心动 宇金原本获得认可 还是很高兴的 可是怎么不心动呢 那自己的梦不是白做了吗 游戏game over 战斗胜利 宇金一副女大佬口吻 男人 将手中手机帅气一扔 只会影响我出见的速度 冷风瑟瑟从沈娟的心中滑过 看着一场堵定的李宇金 李林想着老留头这下可以放心了 可是怎么忽然觉得有点冷了 夜晚 宇金拖着行李箱回到复家 自己的后妈观像 没给自己打了好几次电话 再不回来有些说不过去 可是刚推门进来 就看见那个生人无尽的哥哥傅明修 他怎么也在啊 想想自己还是不要主动招惹他 捏手捏脚就要往楼上走 傅明修却是在他身后 喊了一声味 随手撇过来一个什么东西 宇金反应也是够快 一把接住 看了下是个大大的橙子 又看了下若无其事 专心看着手机的傅明修 这个哥哥 还是很不错的吗 暖心的看了看手里的橙子 傲娇吗 我懂 傅明修一口水还没咽下 就喷了出来 家人给不了宇金温暖 沈娟用两个字就给了他整个盛夏 夜晚一家人吃着晚饭 官向没找着话题 听说小语考了第二名 那在你们班肯定是第一名了吧 对着林爸说 如果当时没听你的 找人安排小语去一班 身边都是好学生 小语跟他们学习学习 成绩能更好 你们男人啥都不懂 宇金用筷子处着碗中的大米粒 我在我们班也是第二 官妈不敢置信问 什么 年纪低也是我们班的 您不用太费心 一般学生分数还没有我高 我跟他们也学不着什么 官妈尴尬笑笑 傅明修也觉得大家貌似很关心这个妹妹 但是其实什么都不了解 凤凰男的爸爸又要拿出爸爸的威风 啪的将筷子摔在桌子上 教训着你这是什么态度 怎么你官阿姨想给你找个好班 你还瞧不上了 哪都供不起你这尊大佛了是吧 宇金想想也是生气 遂回对那一班的人考不过我们班 难道是我的错吗 我也没想到这个学校的好学生就考那么点的 林爸刚想发火 傅明修却是站了起来说到我吃饱了 宇金也起身 说自己也吃饱了 林爸又开始装腔做事 林宇金晚上找我 我有话和你说 回到自己房间的宇金 来到阳台关上门 蹲着环抱着自己 这个家自己是半点都不想带 呼的手机嗡嗡作响 是提尾提示大家运动会要再点吃的 宇金这才想起 自己应该出去备着点好吃的 买完东西兜兜转转 不知不觉就走到纹身店的门口 拿出手机给沈娟发信息 问他工作室现在关没关 沈娟回没关 宇金觉得甚好 没等他发微信再问自己能去吗 沈娟就给他发了两个字 来吧 一股暖流从心头涌波 宇金脸色羞红 这个感觉真好 冯小爹不疼妈不爱的宇金 会被一父一母哥哥的一个橙子 感动得稀里哗啦 可是凤凰男的亲爸自己只想进而远之 从家里出来不自觉来到纹身店 宇金莫名其妙的就是很想见到同桌 很想和他说说话 伴着敲门声 沈娟一开门 扒下口罩 这姑娘来得也太快了 不是刚发的短信吗 沈娟说进来等我会 还有个纹身的火 马上结束 接过宇金手中的零食袋 说自己很快 沈娟将零食袋拿到客厅 宇金四处张望 指了指工作间好奇问道 我可以观摩吗 沈娟轻声说可以 宇金探头向里望去 一个年轻小伙举着纹着大半的花壁 热情和他打着招呼 宇金也甜美笑着白白手 沈娟化身专业纹身师提示小伙别动 随后带上特殊装备 拿起纹纹作响的电钻饼 开始专注在那根花壁上作业 耳力甚好的沈娟抬头看向宇金方向 宇金动作敏捷躲在门口 红着脸擦擦嘴角差点流出来的口水 自己这是对社会哥垂涎欲低了吗 可是白天刚吹嘘完 男人只会影响自己出见的速度 来到沙发上拿出饮料 平静平静少女怀春的心情 想想男人还不如自己的炸鸡可乐呢 又过了一回 沈娟放下纹身笔 摘下手套说着好了 小伙满意地看着自己的花壁 真不错 随后指着宇金锁在方向八卦问 女朋友 沈娟柔柔酸痛的脖子 不是 小伙总结那是 女 朋友 一个冷冽眼神扫射过去 空气冷凝 瞬间噤声 宇金前一秒还说男人影响他出见的速度 后一秒就对专注的铜桌垂涎三尺 拿出炸鸡饮料 平静自己的少女怀春 二十分钟后 纹身小伙起身往外走 酒精饮料喝得宇金原本粉嫩的小脸微红 看到那霸气精致的龙纹图案花柄 赞到很帅哦哥哥 小伙会错意 还以为宇金在夸自己 回到妹妹 你也很美呢 沈娟冷落冰霜 这令宇金现实中还从未叫过自己哥哥 唯一的那次 还是在自己的梦里 扎气般的碰得将门打开 抱手还凶 一副赶人走的模样 小伙感受到一股子杀气 双手作医 我滚了 沈娟转头看到宇金等自己这么一会儿 连喝了五罐喊酒精的饮料 把自己喝躺在沙发上 醋意十足问着为什么喊他哥哥 宇金酒精上头 那喊什么呢 喊帅哥吗 他说我说的是你给他闻的花壁啊 沈娟趁火打劫 那你也叫我一声 宇金好似喝上瘾了 随手又起了一罐 沈娟不满他不搭理自己 喊了声林宇金的大名 宇金举起饮料问道 来一个吗 哥哥 沈娟听到软糯糯的声音 跟梦里梦到的一样 不自觉咽了一口口水 宇金更是加码揉声问 不要吗 哥哥 沈娟吃醋 趁火打劫让宇金叫哥哥 宇金软糯香甜喊哥哥 沈娟喉解滚动 下意识伸出手 去接宇金递过来的酒精饮料 就当要拿到饮料时 触碰到宇金的先签戏手 他的手 好冰 沈娟呼绝心疼了一下 转身走开 宇金愣在原地 这社会哥怎么一言不发 还走了呢 心中不愤 爱喝不喝 自己喝 又打开一瓶酒精饮料 刚喝了一口 眼前就多了一个修长白皙的手 拿了一杯温水 沈娟沙哑好听的声音 带着不容置疑 喝这个 宇金抬眼 盯着自己的帅气同桌 脸带桃红调戏着 你嗓子好哑呀 刚刚还没这样 你偷偷干什么去了 伸出手拉了拉沈娟的衣袖 软糯糯的又喊了声哥哥 沈娟的心漏跳了一拍 这林宇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无奈在宇金面前的茶几上坐下 强忍着心中的悸动 不敢看宇金的眼睛 指了指他手中的饮料 林宇金 放下 宇金乖巧的答应说恩 将饮料放在沈娟的手中 沈娟随即将饮料倒掉 将温开水倒入饮料瓶中 又递给宇金 说喝吧 宇金不满问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傻逼啊 沈娟惊讶 没醉吗 宇金拿出大老气势 眼睛却已经微眯 我林宇金可是千杯不醉 来找你喝酒 你还没喝 我怎么能醉呢 沈娟凑近宇金 好奇问 你是来找我喝酒的 宇金看着忽然出现在眼前这张帅气英俊的脸 轻声说 嗯 沈娟越靠越近 那你知不知道 你还不要单独找男的喝酒 宇金大言不惭千杯不醉 沈娟将酒精饮料换成白开水 宇金怒问你把我当傻逼了吗 酒精上头发出灵魂拷问 你是男的吗 对 你是 随后翻了翻零食袋 说自己还买了好多下酒的零食呢 问着 你爱吃那种脆脆的薯条吗 沈娟看着酒最可爱的宇金自问自答 对 你不爱吃 拿出酒鬼花生 你爱吃这个 因为他给自己买的零食里 就有这个 沈娟服额 抱粗口 老子这辈子的耐心都用在你身上了 配合着打开酒鬼花生 递给宇金 说道吃吧 我陪你 宇金愣愣地看着他 就这么干吃吗 不喝点吗 沈娟配合着说喝 喝点凉白开 宇金拿出一颗花生塞到嘴里 看着沈娟掏出一根烟放在嘴里 凑了上去 又喊了声哥哥 沈娟手抖了一下 将嘴中的烟取下 静静听宇金问 有人告诉你 你纹身的时候超帅吗 沈娟真心没想到林宇金会离自己这么紧 就为了夸自己 沈娟也回问有人告诉过你 没罪的时候别叫人叫得这么凉了 看着宇金毫不掩饰地欣赏眼神 沈娟没喝饮料的脸也满是通红 宇金再次展现那张天然无公害的脸 清醒的沈娟敌不过宇金赤裸裸的眼神 宇金摊开双手 所以 给我酒吧 我应该还可以保持清醒的喝两三听 保证不多 沈娟回绝 你现在就已经多了 宇金问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沈娟好奇问为什么 宇金一副了然模样 因为我 随后步伐稳健向卫生间走去 我得去放个水了清醒一下 这小姑娘的用词 还真是 沈娟揉了揉眉心 真是眉心眉废啊 片刻沈娟还凶坐在沙发上坐着 宇金背着手走了出来 随后单腿跪压在沙发上 手扶在沈娟身后 身体前倾说道 沈同学 睡觉吧 宇金软软诺诺喊哥哥 沈娟听得心都化了 毫不避讳夸沈娟 认真工作的样子真帅 沈娟目光一致 盯着笑意盈盈的 宇金目不转睛 就看宇金半跪在沙发 又往前凑了凑 将头枕在沙发上 用力挤了挤 硬生生把坐着的沈娟挤走 嘴里还嘟嘟囔囔 睡一觉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不好的事情都会过去的 看着宇金喝醉 就原地睡觉的酒鬼模样 沈娟双手还凶 微带运气对着宇金说 起来 可是宇金此时已经睡得 开始流口水了 沈娟气上加气 慌张踢了一下茶几 咬牙切齿的一字一句 喊着宇金的大名 宇金睁开萌萌打卡自然大眼睛 将自己埋在枕头里 软绵绵问道 你是要赶我走吗 沈娟用力揉了揉头 没办法自己的同桌 只能自己宠 说到没有 里面有卧室 我今天刚换的床单被照 去床上睡 想了想他浑身酒气 说着你如果不太舒服 可以去洗手间洗漱下 有一次性的洗漱用品 宇金坐起问道 你不是男的吗 沈娟想着这姑娘又想说什么 反问你觉得呢 宇金抱紧手中的抱枕 说着你是啊 那男生的床 我能随便睡吗 我可不是随便的人 沈娟用宇金的话继续反问 怎么 男人的床也影响 你出见的速度吗 宇金害羞的用手指戳了戳抱枕 那我睡了你的床 我不是还得负责吗 沈娟真是惊呆了 啥 这姑娘要对自己负责吗 宇金大喘气的说 我还得负责给你洗床单 沈娟一阵无语 随后宇金来到洗手间洗漱 想着刚刚借着酒精 好像有点太肆无忌惮了 用手指在沾了水汽的玻璃上 笔笔画画写了两个字 自己的同桌自己宠 偏爱就会有恃无恐 宇金语出惊人要对沈娟负责 两人脸红对彼此怦然心动 自己不想回去 自己的同桌什么也不问 就让自己住在这 自己胡言乱语他也不生气 心中的暖阳好像开出了一朵花 在他身边 自己好像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任性妄为 不知不觉在玻璃上写了纵容两个字 宇金刚散去的酒气 又回归脸上 羞得通红 随后迅速将字擦掉 掩盖心中激动的小心思 把自己包裹上落荒儿头 换好衣服 穿着沈娟的拖鞋走出去 擦着还未干透的头发 就看到沈娟拿着席体本 刷刷地写着什么 宇金凑近 是高树体 沈娟将席体本合上 问去睡觉吗 宇金惊讶地问 你这是在做作业吗 沈娟卷起本子 罩着宇金的头轻轻砸了一下 说道小姑娘 我也不是什么都不学 考试拿了卷子就都会的 宇金狼头挺凶 一副大人模样 我也就比你小一岁 我可不是小姑娘 沈娟说两岁 问宇金你是六岁上学的吗 宇金掐着小妖回事啊 沈娟说那对 我比你大两岁 沈娟起身 揉了揉宇金的头 宠溺地说睡觉去吧 小姑娘 以后别仗着酒量好 就放开自己使劲喝 喝完还瞎叫人 心中想的是只叫自己还行 宇金在客厅的沙发上躺下 沈娟将灯光调暗了些 怕宇金半夜起来再撞了自己 又看了看熟睡的宇金 忙了一晚上 来到洗手间准备洗漱 放开淋浴头 一眼扫到地上两个小脚丫的印记 脑海中不由浮现 在镜子前出水浮容的宇金 沈娟脸上发烫 把热水澡变成了冷水澡 心中暗骂自己一句 变态 龙小爹不疼妈不爱 成绩优异换来一瓶白蓝地 这几厅酒精饮料算什么 半梦半醒了宇金 回想第一次喝酒是上小学的时候 自己还真不是什么乖宝宝 第一次喝的酒是从家里偷来的 那天自己考了年级第一名 校长全校通报表扬了小雨精 他兴致勃勃举着通报表扬的单子 来到书房给妈妈看 希望得到妈妈的夸赞 可是妈妈神情冷淡 一把推开眼前笨重的地球仪 觉得小雨精好吵 大吼着第一名有什么用 滚出去 别烦我 滚落的地球仪狠狠砸在小雨精的腿上 砸出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重心不稳地倒在了地上 一家的通报表扬单子 好似一张犯错的通知 残忍地砸在了小雨精的心头 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忍着痛 抱着书包 带着控制不住的眼泪离开家 走的时候随手从酒柜里 拿了人生的第一瓶酒 罗曼尼康蒂白葡萄酒 来到发小陆家眼家 雨精打开酒塞 对着承意 陆家眼 豪气云天地说 陪我喝 片刻后三人就将一瓶酒全部喝完 承意已经七扭八歪醉熏熏地倒下了 小雨精也是后来才知道 那天是灵芷和孟伟国的结婚纪念日 放下酒杯 小雨精委屈地说 陆家眼我不想做灵雨精了 而陆家眼则是安慰地揉揉小雨精的头 说道你决定不了 让你是谁 你就得是谁 而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雨精就知道自己的酒量真的挺好的 而今天他只是喝了几瓶酒精饮料而已 还不至于让他头脑不清楚 只是单纯地想喊 给了自己剩下般温暖 没有血缘 却宠着自己的沈娟叫哥哥 去社会哥家喝酒赖着不走 情敌出现分外眼红 沈娟再次化身深坑醋亡 凌晨五点 阳光已经透着窗户照射进来 雨精揉了揉心松的眼睛 感觉睡得还不错 放好衣服和鞋子 看了看时间 沈娟应该还在睡 扎好头发决定去给沈同学买个早餐 溜大了一圈回来了推开门 屋子里还是静悄悄的 这事还没醒吗 雨精开始整理沙发上的毯子 再给沈娟的早餐旁留了字条 提示要吃早饭哦 随后满足地笑笑 关门离开 捏手捏脚偷偷摸摸狗狗碎碎 想着这个时间 他们应该还都没醒吧 准备赶紧把行李箱拿出来去学校 可是刚进门就看到自己的便宜哥哥 傅明修从楼上端着咖啡走了下来 傅明修刚要开口问你怎么 雨精立马打了一段八段紧 翠身喊着哥哥早上好 外面空气好好 要不要来一段 傅明修静静地看着他表演 简明乐要说去收拾东西 一会儿我送你去学校 正好顺路 自己口闲体正的哥哥 他懂 跟在傅阳修的后面说着谢谢哥哥 哥哥辛苦了 恰巧孟伟伯和官向没下楼就看到 雨精和傅明修笑呵呵说话的场景 官向没笑笑 说着你看啊 两个孩子关系真好 雨精到学校的时间还早 刚坐下诚意就发来信息 先是发了他强迫陆家眼和他合影的照片 又要逃课来参加雨精学校的运动会 雨精回着信息 看着发小说他们能过来陪自己待四天 还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变好看 雨精的脸已经抑制不住地笑开了花 完全没有注意到沈娟盯着他 从门口已经注视到了他身边 沈娟粗意大发 这是跟谁啊 聊得这么开心 完全看不到自己的样子 沈娟脸上挂着四个大字我不高兴 轻轻扣打着桌面 雨精抬头 这才看见好像对自己不是很满意的沈娟 自己是哪里得罪他了吗 前一晚还赖在社会哥的家 田妮妮喊着哥哥你好帅 次日早晨就对他爱达不理 沈娟被忽视满脸不高兴 雨精依旧对他不理不睬 只顾着和发小诚意聊天 起身随意说着你来了呀 沈娟看着看都不看自己的雨精 气哄哄地坐到座位上 烦躁地想揍人 明明早上还得自己买早餐 现在就和别人聊得忘乎所以 居然开心到哼起哥 怎么办 那甜美的笑容都发光 刺激的沈娟睁不开眼睛 到底是在和谁聊天了 沈娟浑身散发的怨妇的气息 怨念极深且很不甘心 哭得就听雨精问 沈娟 问你个事 我们学校运动会 外校的可以进来吗 沈娟下意识回可以 运动会的时候不会管那么严 套个校服就可以 雨精立马换了一副乖巧可爱的模样 眨巴眨巴自己水灵灵的大眼睛 猫里猫气地喊了句沈同学 运动会那天能不能借我见校服 沈娟转笔的手一顿 心中锦铃大作问干什么 雨精莫名心虚不敢看沈娟 略有些磕巴地说我有个朋友要来 想见你的校服穿一下 进个校门就还给你 沈娟不甘心追问 男的吗 雨精装作若无其事 依旧不敢看沈娟 是啊 女的不就穿我的了吗 沈娟声音不自觉地冷了十分 你跟我借校服 暗黑和怨念围绕着沈娟 郑重其事地问 就为了给别的男的穿 雨精确切感受到了一丝醋意的怨念 脑子中不由浮现一个无情渣男劈腿 被数落着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 你居然把我的钱给别的女人花 你还有良心吗 雨精挥挥手 自己的脑袋都在想什么呀 自己只是想借一件校服给诚意而已啊 又看了看沈娟 她好像很认真的在等答案 此时沈娟靠近又问了一句 是这个意思吗 雨精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是昨天自己也用了的洗发水和沐浴露的味道 还夹杂着一丢丢好闻的烟草味 雨精被沈娟盯得莫名心虚 一种微微的心动 甚至会有一种被勾引的感觉 雨精回神倾可掩饰着尴尬 不戒就不戒 怎么这么小气 反头喊了声李林 头就被沈娟掰了过来 雨精问道你干嘛呀 沈娟又靠近了几分 更没好气地说转过来 我又没说不戒 你找别人干什么 雨精歪歪头问道 我以为你不愿意呢 沈娟拉远了距离 邪魅笑笑是不怎么愿意 伸出一根手指 故意拉着长声说着你求求我 喊两声好听的 我不就给你拿来了吗 雨精的脸瞬间飞红 又来了 这种感受还是第一次 原来心动的感觉这么强烈 难道是因为昨晚自己发现了沈娟的色相吗 他的那张脸 那个神情 也太勾人了 暗骂自己没出息 明明自己对帅哥早就有了屏蔽系统了 慌的一声 将自己的脸盖在桌子上 这场景好似被一个情场老游子 调戏了一个懵懂傻白甜 这举动吓了沈娟一跳 这是怎么了 不戒了吗 第二天清晨 刚进教室的雨精就看到桌子上 整整齐齐放着一套校服 一旁的沈娟趴在桌子上又睡了 呼得诚意发来信息 通知雨精他将邪爱子陆家演 一同参加宝贝女儿的运动会 雨精不乐意 直接让他滚 雨精开始掰着手指头算 学校一般都会发两套校服 沈娟休学一年 那他应该至少有四套校服 随后两眼放光亮晶晶的盯着沈娟 沈娟感受到炙热的目光 看了看雨精 这表情 就听雨精问 你是不是还有一件高三时候的校服 巧咪咪猫里猫气说 能不能也借给我呀 雨精对帅哥的免疫系统被打破 沈娟的美貌果真好用 可是两个发小机器沈娟促王上身 雨精找沈娟借了一件校服 巧咪咪还想再借一件 沈娟原本趴在桌上 随后猛的起身 沈氏的看着雨精 不满问道你还有几个朋友 心中加了一个字 几个男性朋友 雨精举起三只手指说道 我就这么两个朋友 没了 看着被黑雾笼罩的沈娟 不吱声的社会哥还真有点吓人 雨精觉得自己等的花都谢了 贴近沈娟 脸上笑叶如花 现在还有你一个 两人越靠越近 时间好似静止 雨精略有些尴尬 怎么沈娟一点反应都没有 自己可是把他当兄弟啊 脸上挂不住了 自己和诚意和陆家言可是发小 混了两年才交心的 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高中毕业都可以先买个学区房了 雨精内心喊了一句死刀 自己可不能再沉溺沈娟的美色了 笑嘻嘻问道 沈同学 好不好 沈娟依旧一副高冷的模样 随后转过头不再看雨精 把雨精晾在一旁 就当雨精要放弃的时候 就听沈娟说了句 好 雨精溜元的眼睛盯着沈娟 这也是个傲娇的主 到了运动会当天 校园内热热闹闹 雨精左右张望找自己班级的位置 李灵和她打着招呼 看着班级的条幅 山中猛虎 水中蛟龙 高二十般 卧虎藏龙 李灵还在吹嘘 怎么样 这可是我想的 还有咱们口号你练练 激情燃烧的岁月 十般无人能超越 等着雨精好好夸赞一番 可是雨精却是把刘老师拉到一旁 之前老师让她代表班级举牌 自己拒绝没兴趣 这会觉得是自己不懂事了 为了班级义不容辞 刘老师夸赞真是好孩子 雨精将头发高高竖起 抓了一个马尾便 将长裤换成了红色短裙 校服也变成了一个白色的半袖衬衫 干净青春 娇媚可人 为了男闺蜜 在沈卷手里凑齐两件校服 脑洞大开以她和沈卷的发展速度 高中毕业就可以考虑学区房了 为了不喊那些弱智的班级口号 呼干举牌是真香啊 就是有点冷 秃地自己被人撞了一下 是班级的文艺课代表文子慧 还嫌弃自己挡她路了 随后转身就走 雨晶想着这人对自己敌怎么这么大 李灵呼的赶了过来 关心没事吧 雨晶问到这人怎么回事 还瞪我 李灵帮她捡起班级的牌子 解释着因为举牌啊 之前文子会是班花 以往都是她举牌 你一来就把她的位置抢了 瞪你也是应该的 雨晶无语至极 这八中是有王一博还是王鹤弟看着他们吗 开幕式即将开始 各班级准备列队 运动会开幕和致辞一次进行 沈娟慢慢悠悠这才走进校门 找着自己的班级方队在拿 呼得眼前一亮 那个是 林雨晶吗 直接忽视了雨晶旁边张牙舞爪的刘老师 刘老师突出存在感大声喊着 沈娟快过来 你都迟到了 沈娟恍神向队伍走去 自从看到雨晶后 那目光就在没离开过她 观察到她动红的脸蛋鼻尖 还有瑟瑟发抖的大腿 随后擦肩而过 走到队伍的最后面 视线依旧离不开雨晶 雨晶被动得哆哆嗦嗦 想着还是回教室 套下沈娟的校服吧 蓝款的可以大一点 加快脚步向教室走 可是自己却被不怀好意的 文子会盯上了 和雨晶插身而过 貌似不经意掉了一罐饮料 随后又是不经意地 用尽全身力气撞向雨晶 雨晶脚步不稳没站住 又踩到了那罐饮料上 雨晶惊恐 心中大喊 不好 极度让人发疯 撞一下不过瘾 又来使坏 雨晶的白肠只惨不忍睹 刺激的沈娟想揍人 雨晶被狠狠撞了 又踩到罐装饮料 重重地滚落下台阶 因为幅度太大 红色的短裙 像被无情的大手直接扯开 文子会也被惊吓到 自己只是想教训下雨晶 可是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膝盖和腿上全是血 短裙扯开有些走光 可是围观的大家只是出言关心 并没有人上前帮忙 雨晶痛得都有些失去知觉了 抬起手掌也全是血 想站起来尝试去医务室 可是脚踝好像扭到了 怎么也站不起来 呼得沈娟从人群后面出现 一把扯开站在前面的文子会 疼得文子会呲牙咧嘴 沈娟半跪在雨晶面前 将校服外套脱下 围在雨晶的身上 原本有些冷得站立的雨晶 忽然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此时沈娟眼中也透露的心疼 雨晶猜想沈娟刚刚一定是去抽烟了 因为衣服上有淡淡的烟草味 这时刘老师也赶了过来 问到为什么都围在这 质问沈娟 你校服呢 你蹲在那干什么 李玲给刘老师解答 姜哥 林雨晶摔了 刘老师慌张过去为前为后 关心着怎么样了 摔坏了吗 赶紧去校医师看看 都这样了 也走不了啊 一眼看到沈娟 命令到沈娟 你背她去 沈娟乖乖转身 特别听话的答应好 可是雨晶并未起身 周围的同学都看着呢 雨晶不好意思的说 不用你背 我自己去吧 沈娟微转头 问到你能站起来吗 雨晶逞强 手搭在沈娟的胳膊上 说道你扶我一下 接着沈娟一手搂着雨晶 一手掺着她 一步一去往前走 而刚刚扶着沈娟的地方 多了一个被血染红的手 印记触目惊心 刘老师催促 赶紧去医务室包扎下 沈娟停下 半抱着雨晶 将拉链从她的身后拉了上去 这个动作看上去 很自然 也好温暖 雨晶的伤触痛了社会哥沈娟 说自己只是一眼没照顾到 可是雨晶不领情 那前十六年你在哪 沈娟关心说到这么多的台阶 你打算单脚蹦下去吗 又细心的将她的头发 从外套里撩了出来 雨晶微微脸红 雨晶有些甜美说 那你当我管账呗 两人越靠越近 沈娟更是宠妮 我还能当你的轮椅 落寞说 你自己不要的 两人缓缓走着 马上就要走到有台阶的地方 沈娟呼的指不 一手还住她的胳膊 直接将雨晶打红抱起 雨晶羞红着脸问 你这样算是轮椅吗 沈娟好奇问 那算什么 雨晶狡黠地看着沈娟 像一只调皮的小狐狸 起重鸡吗 沈娟也微微脸红 说道 行吧 那就是起重鸡 阳光把两人的背影 拉得很长很美 来到医务室 沈娟将雨晶放在床上 笑意却不在 雨晶说我们等会儿 可是沈娟将消毒器具车 推了过来 说不用 一眼望到雨晶受伤的腿 呼得响起陈松南夸赞果 自己同桌的腿 又长又白又直 简直了 呼得沈娟抬起她的右腿 将她的鞋子脱了下来 随后又吞下她的袜子 沈娟一脸认真又凝重 雨晶脸刷得红了 又有些触动 总感觉 有些不自在 微微挣扎了下 沈娟一手握着她的脚 一手拿着消毒棉 说道别动 雨晶立马僵在原地 耳朵好烫啊 脸也有些发烧的感觉 手不自觉地触到床上 一阵刺痛传来 沈娟盯着她 拿起酒精棉 轻轻擦拭着伤口 雨晶直接扑倒在床上 沈娟看她这个样子 问了句 疼吗 雨晶都痛得发抖 还逞强说着不疼 没感觉 接着两人开始重复刚才的动作 沈娟拿酒精棉一擦 雨晶就抽出报警枕头一下 再擦 再报警 沈娟轻笑一句小骗子 雨晶听到这个形容词 立马抬头反驳 我这叫勇敢 抗战时期 我一定是不惧严刑考打的女英雄 沈娟办事调侃 抗战时期女英雄要都像你这样 估计早没戏了 你啊 就差平地摔跤了 匕首撑在床上 靠近雨晶心疼的说 我就一眼没看住你 雨晶倾壳了下 打破这暧昧的氛围 说到沈同学 我们才认识两个月 你说的好像我一直在你的视野里一样 我之前的十六年 可是不知道你姓是名水啊 沈娟不乐意 啪哒一下将夹子扔回工具盘里 沈娟自责一眼没照顾到 雨晶就血淋淋的受伤了 雨晶嘲讽自己之前的十六年 可不知道他姓是名水 沈娟开口 那你现在不是知道了 神情肃穆说以后也给我记着 雨晶脸色羞红 心不受控制的 砰砰砰的跳个不停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话被动为主动笑嘻嘻问 那这位同学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沈娟看着笑叶如花的雨晶 一副思考的模样 怎么 这就不记得我了 不怀好意问 那是谁 开学的时候 让我给他 趁着长生说道 当爸爸 雨晶原地尴尬爱饭了 可是无力反驳 上午十点体育场 雨晶回寝室休息了一会儿 心情还不错 脚踝有些崴了 但是不太疼 李玲看到可以独立行动的雨晶 关心问着你没事了 两人坐在操场的连廊上 雨晶笑呵呵的说着没事 蹭破了点皮 就是看着吓人 李玲呼的凑近八耳朵八卦道 刚刚沈娟把文子会叫走了 这边 文子会回忆着 林雨晶转学的第一天 自己就不喜欢她 在她没来班级之前 自己才是班级的班花 可是她刚来就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不过她刚来就敢和你同桌 我还有点敬佩她的勇气 看你们相处的那么好 我都有些羡慕她 在班里她也出尽风头 学习还那么好 我是班级的文艺委员 我在校组织的各种会演比赛中 参演拿奖 受人瞩目的应该是我 是我呀 往年的运动会都是我举牌 可是今年大家热议的对象 全是林雨晶 还说她才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 我都扬言出去 这次肯定还是我 因为我偷听到班主任找林雨晶 让她代表班级举牌 但是她当时已经拒绝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又反悔答应了 我当时就是想出出气 教训她一下 让她别那么嘚瑟 文子会一把鼻涕一把味 呜呜哭着说 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 自己就是想撞她一下 完全没想到那地上有个瓶子 也没想到她会因此摔下去 文子会呜咽不止大喊 沈同学 对不起 沈娟听着直脑头 这可怎么办 自己虽然被以鹅传鹅的血腥暴力 可是自己实际是很讲道理的 也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 目测自己目前表现出的人设 应该是脾气异常好的佛系高中生 看着还在抽气的文子会 觉得女生真是麻烦 本来是不打算参呼这事的 可是回想雨晶受伤疼的那可怜样 自己实在忍不了 沈娟冷声问 所以你装她干什么 沈娟误以为自己的形象 是脾气异常好的佛系高中生 殊不知在女孩眼中 她就是煞神的化身 文子会被社会哥沈娟吓到 只能实话实说 因为我嫉妒她 沈娟真是搞不懂 就这 沈娟无奈 忍着脾气说着 我不参与你们之间的矛盾 但是 我见不得我同桌受委屈受伤 所以 你去给她道个歉 至于她想怎么解决 顺着她的心意 这事 在我这儿 就算过了 文子会颤颤巍巍 看着沈娟问道你觉得行吗 可是她听到耳朵里的事 你不想死就赶紧去 慌张回道 行行 行的 沈同学 接着哭得更大声 转身飞快逃走 已经刚刚听到李玲说 没看到沈娟脸上的神情有多可怕 我猜测文同学会是大佬第二幅 镶在墙上的杰作 雨晶慌忙开始找沈娟 想着她可千万别做什么出格的事 哭得一个哭哭啼啼的女生 从她身边跑了过去 雨晶转头 是文子会 没想到沈娟居然会因为自己 来处理女生之间的小事 雨晶猛地推开门 看到烟雾缭绕中的沈娟 沈娟微转头 看到进来的是自己的同桌 打着招呼摆摆手 微微指了下她的腿 问道 还疼吗 雨晶霸气回着腿还好 指了指外面说 刚看到文子会哭着跑出去 剑嗖嗖问道 你怎么欺负小姑娘啊 就看沈娟低头想了想 随后嘴角微扬 我从来不欺负小姑娘 雨晶三百六十度打量起沈娟 一脸沈氏 尊都假都 想想算了 转身摆摆手 一副拥有大局观的模样 你说这就是吧 两人一起往操场走去 想着发小诚意应该到了 拿起书包准备找手机 看他们有没有给自己发信息 可是两件校服加上书本 把书包称得补骨囊囊 而自己被包扎得跟两个粽子的手 也不那么给力 他左翻翻又滔滔 手机没找到 还触碰到了伤口 疼得嘶拉一声 坐在他斜后方的沈娟 眼神一直也没离开雨晶 拍了拍雨晶身后的同学 说道兄弟 换个位置吧 沈娟因雨晶受伤而自责 目光一直死盯着雨晶 看到他左翻又找碰到伤口 心疼又生气准备换个位置 被拍的同学回头一看是沈娟 我帮你 吓得雨晶魂都没了 惊恐转头 才发现是自己那个帅帅的同桌 沈娟贴脸开大 用脸杀他 被盯着脸红的雨晶 心可掩饰尴尬 把书包递给沈娟 说到拿手机 沈娟开始帮雨晶翻找 将那碍事的两件校服拿了出来 搭在胳膊上 将找到的手机递给雨晶 雨晶开心的说我问问我朋友到哪了 沈娟呼的一下将手机抽走 你挺在意你的朋友啊 看着对自己一脸不满的沈娟 雨晶实在不知道 自己怎么又招惹到他 时间停止片刻 沈娟板着脸将手机抛给雨晶 雨晶讨好着沈同学 你真好 顾得周围同学喊着快看快看 那是无人机吗 咱们学校都用上航拍了呀 雨晶也抬头看去 真的有三架无人机 大家的视线都被无人机的条幅吸引去 风在刮 你在下 我在等你回电话 雨晶暗飞学校很潮啊 可是这次不太适合运动会吧 接着第二架无人机的条幅写着 喂你吃喂你狂喂你 筐筐撞大墙 这明目张胆的表白呀 可这是运动会 要被通报处罚的吧 一旁同学议论 这玩意一台得两万多 真好啊 雨晶也觉得这是颇天的富贵 毫无人性 同学们还在议论纷纷 女生羡慕不已 男生猜测是哪位大佬 呼得雨晶觉得身边煞事安静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而且大家的目光都盯着自己 就看第三架无人机也飞了过来 那条幅上赫然四个大字 智林雨晶 这应茶表白 雨晶顿感汗流加倍 沈娟又一次掉进醋缸 三架无人机应茶表白 一个钻地缝 一个掉醋缸 一个洋洋得意被称小男朋友 有这么一个传说 傍晚黄昏妖魔最活跃 她会化身人类的模样 这时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 千万不要答应 因为你根本看不出她是人还是妖 不然你的魂魄就被勾走了 好友诚意正在会声会色的讲着 雨晶微微皱眉 那要怎么问 诚意凑近你要问 来者何人 接着发小陆家眼喊了句诚意 诚意回头挖了一声 接着雨晶也喊了声诚意 诚意再次转头又挖了一声 接着陆家眼和雨晶齐齐笑了起来 诚意还没反应过来 满脸黑线 你俩什么事倒是说呀 接着陆家眼不屑地说 就你们智商 以后傍晚就别出来了 要不气魂八破不够勾走呢 诚意不满你嫌弃我了 随后使劲摇晃着陆家眼 你怎么可以嫌弃我 陆家眼平静命令着 诚意你放手 最好的氛围就是你跟闹我在笑 雨晶后来搬家转学 没有告诉他俩 他们知道后给他打电话一阵鼠落 还关心着金鱼小妹 如果被欺负一定要告诉他们 谁也不好使 神党杀神 他们是自己黑暗世界中的一道光 总能在他坠入深渊的时候 拉他一把 雨晶从回忆中慢慢回神 找到诚意电话 原本还真有点想他们 但是看到那明晃晃的三个条幅 雨晶深深地吸口气 上帝视角地骂道 诚意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后面还有一个掉进簇钢 看到雨晶打电话更为烦躁的人 诚意感觉自己浪漫到极致 问到惊喜不 雨晶头疼地揉着脑袋 惊喜 是惊吓吧 怎么我转学把你脑子也带走了 导致你现在心智不全了 诚意听着这骂人不带脏字的话 心想不喜欢吗 说这是自己绞尽脑子定制的 雨晶马上就要忍不住爆发 命令着赶紧把条幅给我收了 诚意目的达到 回到遵命 立马操作将无人机收回 看着走远的条幅 看热闹的人猜测 怎么表白失败了吗 雨晶这才叹口气问道 你们现在在哪 诚意说自己在大门口 陆家言找饭店去了 让雨晶现在可以出来了 雨晶回到那一会儿见 挂断电话的同一刻 雨晶明显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猛地转头 就看到阴身身杀神般的沈眷 居高临下看着自己 雨晶转回身 总感觉自己莫名心虚 给自己打气 只冷起来 林雨晶 你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啊 轻壳了下 保持镇静 再次转头问沈同学 好好地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啊 沈眷眼神不善 雨气冷漠 和你的小男朋友吗 雨晶好不容易镇静下来的心又慌了 心虚上涨 颤颤巍巍地说 我没男朋友